这部剧已经开播 就一位主演孙丽的人气 加上房产中介职场剧的话题 迅速冲上热搜 以破三的收视率 拿下2020年巨王称号 万千网友更是打出 9.0的超高评分 孙丽饰演的房四井空降 上海房屋中介小门店 她受公司领导委托 要把这家门店的店长徐文昌挤走 安家天下门市调动通知 经研究决定 为激发门店活力提升业绩 安家天下上海静一门店 试行双店长制 特派请房四井同志 担任静一门店店长 与徐文昌店长 共同主持门店工作 相比房四井雷厉风行的 狼性行事风格 徐文昌却和他截然相反 做事讲究人情味 是大家嘴里的老好人白莲花 不喜欢按照规矩办事 而他底下的员工 和他更是如出一辙 隔壁中介门店早上 都排队高喊口号鼓舞事情 他却带着大家唱民谣 让我掉下眼泪啊 不知所言 这个住在 弄堂小房子里的 女孩朱闪闪 因为居住的地方狭小 被同事们戏称为 必出公主 他一心想要找个能改变 他命运的富豪男友 在房四井到来之前 每天上班都是滑水 沐浴混底薪 入职两年零三个月 连一套房子都没租出去过 公司有规定 六个月没有业绩的 就可以走人了 他为什么到今天还在这里 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理由 那他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他是我们店的吉祥物 这个长相贤老且 每天拿着一罐榨菜 就米饭的男子名叫楼山关 同事们都叫他小楼 为了偿还父母欠的 一屁股外债 他独自一人出来打拼 不过现实残酷 业绩惨淡 您投资我 我也得给您打电话 我话没说完呢 姚太太 我现在有个门面 非常符合您所有的要求 我特意给您留的 今天天气多好啊 你出来走走 我们看看房子多好呀 好 我马上到 好了姚太太 等你 撒 我坚持我自己 眼镜男鱼画龙 外号985 顾名思义985大学毕业 本可以听从父母的话 回老家找份公差 他却不甘心 让自己的未来一眼 就看到头 于是决心留在上海 寻找更多机会 哪怕等客户 等到半夜结果 挨了一顿骂 他也自我鼓励 天降降大任于私人眼 每天继续 加油了 店里年龄最大的员工 飞泻停风莫属 上海两套房 上班偶尔做点私单 高不成低不就没有上进心 这才刚又跟客户签约失败 而王子健则是店里的金牌销售 主公豪宅的他将所有心思 都放在了联络上海 有钱阔太太身上 所谓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他穿着的都是定制的 西装小牛皮鞋 而他最经典的一句语录就是 而房子健有多户 来到上海后 先是以客户的身份 找王子健租了一套 刚刚发生过命案的凶宅 在王子健一脸震惊的表情中 在租赁合同上签字还压 紧接着就召几种员工开会 质问他们这几个月的业绩 不好问题出自哪里 是掌握的房源数据太少 还是现有户型没有开发出 潜在优势 又或是没有掌握客户需求 众人对他的强势态度 很是不满 谢霆锋见状便故意将一套 十多年都没卖出去的 奇葩户型房拿给他指点 虽然房子健也很吃惊 开发商设计出这样的房子 但随即就在众人 幸灾乐祸的表情中沉默道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这个房子多少钱一瓶房子 刘先生 这儿的价格是六万五一瓶 这对拥有博士高学历的夫妻 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几十次房子 始终没有看上满意的户型 他们虽然预算有限 但是要求医疗教育 生活娱乐等方面一应俱全 而且给他们推荐的房子 还不能没有储物件 我手上有一套南北通的 有储物件 你马上给他 南北通的房子我不考虑 我必须要三间全朝阳 从小区出来以后 丈夫认为刚刚看的那套房子 各方面都还不错 建议妻子考虑考虑 不料妻子却果断拒绝 他之所以一定要带储物件的房子 就是想将其改成他们的小书房 不要像现在家里一样 连台办公电脑都没地儿房 谢霆峰回到门店之后 不仅将一套十多年都没有卖出去的 奇葩户型房 推给了心爱的店长房伺井 还连同刚刚那组难缠客户 也一并丢给了他 他告诉房伺井这家人 每周都要看房 周围的房子已经看变 前前后后看了快一年 同一套房子能反复看个七八遍 那个女人从肚子平看 那肚子大 还是没有结果 哎呀这推又推不掉 躲又躲不了 风花经历 看不到结果 房伺井没有丝毫犹豫 一并接了下来 幸灾乐祸的谢霆峰转身 就将这一好消息分享给了徐文昌 那是两个最大最硬的 他帮过 他肯定看不懂 过两天 乖乖的双手绑着还给我 这一次 我让他掀面扫地 这让徐文昌哭笑不得 哪有人会把自己房源和客户 让给别人的 这我要是不给他点咖喽看看 他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红绿灯 再说了 我做这行的时候 他还在吃买 房伺井从谢霆峰手里 拿到客户资料后 就立马着手联系客户 不料一连打去十几通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 于是便叫来谢霆峰 向他打听客户信息 不料谢霆峰的态度掉了锅当 愣是一点信息都不肯透露 房伺井也猜到他的小心思 干脆自己想办法打破僵局 而打破僵局的关键 就在谢霆峰给他的这个袋子上 房伺井根据袋子上的奶粉品牌 在一家超市里 找到了这款奶粉的导购员 之前有人跟我推荐你们家奶粉 他叫 叫吴清 这是他手机号 你认识这个人吗 吴清 我们这没这个人 虽然导购员不记得有吴清这个人 但是后面的电话号码 却让他有些熟悉 翻开通讯录查 看见是龚医生的号码 龚医生 他全名叫什么 龚贝贝 他是非常有名的妇产专家 房伺井在一次向导购员 确认龚贝贝的身份信息后 就直接来到龚贝贝的工作单位 您值夜班辛苦了 先吃点东西喝点水吧 不是我没有给你们留我真的名字 我留的是化名 你们要这样骚扰我的话 你们是属于侵犯隐私 就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可以帮到您 帮您买到您想要的房子 龚医生对于他的这套说辞早就厌倦了 因为每个中介都这样说 到头来还不是没有帮他找到合适的房子 而房伺井紧接着就开始展示自己的专业 他在拿到龚贝贝资料后 就查了他和他丈夫的资料 他家的这单买卖是连环交易 需要先卖掉目前居住的房子才可以买新房 房伺井表示自己可以同时操作 只需先帮他把现在居住的房子估个价 然后挂到售卖平台试探行情 龚贝贝对他并不信任 不过临走前还是收下了他的名片 明天我能修 中午以后你可以来看房 中午一点 我准时到 到了第二天中午 房伺井准时来到龚贝贝家中 主动帮他整理堆满杂物的房间 房伺井一边收拾衣物一边帮他介绍 他们家的这套房子两个房间都是朝南 而且卫生间也是全民 这可是两大卖点 房伺井用专业角度安慰他不用担心房子的卖家 这让龚贝贝一下有了干警 起身帮他一起收拾屋子 两人把该藏的藏该收的收之后 房伺井便拿出手机站在凳子上拍了一些房间照片 接下来就是将其挂到网上售卖 房伺井回到门店后 立马就联系了装修公司 在他的精心设计下 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将这套跑到房卖出去 众人当然不信 徐文昌也不信有人会购买一套 走另一个房间得经过公用走廊的房子 随后房伺井就把在外面派发传单的猪闪闪叫了回来 让他去盯着装修公司的事工进程 这个活也派我干呀 装修我不懂 很快装修公司就把那套奇葩户型房装修出来了 房伺井第一时间就联系上龚贝贝 告诉他自己已经帮他找到合适他的房子 并让他务必在明天下午六点前和他见面看房 结果到了第二天 龚贝贝却是和他丈夫一起来的 房伺井连忙把龚贝贝拉到一旁 面对龚贝贝的说法 房伺井也确实无法反驳 但他早已想好对策如何将两人分开看房 只见他拿出一张自己连夜手绘制作的图纸 上面详细标注了这个小区的周边生活配套 我上面还注明了步行所需要的时间到每个地点的 当然这是我的速度 如果是您家老人走路会慢一点 那用的时间肯定会略多一点 房伺井的良苦用心功贝贝都看在眼里 当即同意让丈夫先逛逛小区熟悉一下周边环境 随后房伺井带着他来到房子里 向他介绍这套房子是根据他们家的实际情况所装修设计的 几乎每处细节都是为他们量身定做 把每个房间都参观一遍后 房伺井又领着他去参观他丈夫的房间 出门了 不是我老公住外面啊 你看完再说 龚贝贝没想到房伺井带他来看的房子 竟然有一个房间得经过公用走廊 也正是开发商的这个奇葩设计 导致这套房子十多年都还没卖出去 房伺井另提西径将走廊改造成了一个独特的画廊 墙上挂满龚贝贝儿子画的画 这让龚贝贝很是吃惊 随后房伺井把龚贝贝带到给他丈夫设计的房间 龚贝贝环视一圈觉得虽然房间不错 但是没有窗户 担心住在这里不透气 而房伺井早已想好对策 紧接着就给了他另一个惊喜 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把遥控钥匙朝楼顶了一下 在龚贝贝一脸懵逼的表情中 一个电动楼梯缓缓伸了下来 你方便上去看看吧 好的呀 龚贝贝来到二楼后 顿时就被眼前的设计惊呆住了 房伺井又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遮阳帘 外面的阳光瞬间铺满这间小阁楼 房伺井告诉龚贝贝 昨天夜里自己在这里打扫的时候看到了星空 你真的很难相信啊 在这样的大都市里 在五光十色的市中心高楼上 居然还能看到星星 龚贝贝作为一名妇产医生 繁忙的工作让他几乎每天都是披星待月的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星星了 准确的说是很久没有看过天空了 房伺井想起自己几年前来上海的时候 身上只有1500块钱根本不够付房租 最后找到一个房东按月付的方式 租了一间楼到隔断出来的小房间 每天都得爬进去睡觉 他那个时候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在上海拥有一间有大窗户的房子 这个房子符合我所有的梦想 所以我把它推荐给你 当你累了 烦了 被生活磨得白孔千疮的时候 这里就是你独处的空间 你不必走出家门 就能拥有适合远方 龚贝贝虽然很喜欢这套房子 但是也担心自己是否买得起 房伺井告诉他 只要把他们现在居住的一居是卖了 他们就是无房户 这样首付可以降到三成 他们夫妻两人的公积金加上 再从银行做些商业贷 就完全可以拿下 龚贝贝又考虑到家中老大后年上小学 肚子中的老二马上出生 接下来各方面的开销着实不小 房伺井劝解他不要将眼光局限于现在 也许现在的日子会苦一点 但是他应该相信他们将来的收入 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的预期 龚贝贝听了房伺井的建议后 又看了一眼窗外的蓝天白云 终于下定决心买下这套房子 这天早上 徐文昌带着房伺井去街边买包子 经营这家包子店的颜叔告诉徐文昌 他们家儿子马上就要和女朋友领结婚证了 所以拜托徐文昌尽快帮他们找一套一居式的房子 现金全款不变 一旁的房伺井得知这对老夫妻要给儿子购买婚房后 顿时心中便萌生了一个想法 回去的路上 徐文昌解释他们门店之所以不像隔壁两家门店一样 上班必须同意着装 就是觉得销售不应该被条条矿矿所束缚 第二天 徐文昌把包子店老板的单子交给了王子健 王子健很快就找好了两套供客户挑选 中午带着颜叔他们两口子一块过去 看个房 接下他们 OK 王子健为了拿下这单业务还帮颜叔一家多找了几套两居式 房伺井安静地坐在位置上听完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然后独自来到包子店买包子 有件事情我顺便说一下 今天店里安排我带你们去看房 那辛苦你了房店长 阿姨没想到他们的服务这么好 说好的中午看房还让店长亲自来提醒他们 你们先忙中午我来接你们 回到门店后 房伺井立急召集电员开会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开会了 而小楼这个铁憨憨竟真的带上吃饭的家伙来开会 你这是要干什么 吃饭的家伙 下饭 到底谁把你招进来的 房伺井简直要被这几个毫无纪律的智障其风了 为了尽快提升团队业绩 房伺井开始着手统计所有人手中的房源和客源 并让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借听风 要 以你的经验看 这桌的焦点房源应该挂在哪一套 卖点是什么 明年居37号要809地的全男友学区方不言其满无为一 要 要 接着来到天天上班打酱油的朱闪闪 他受房伺井的安排已经出去发了几天传单 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于是房伺井便安排他从今天起 每天整理一篇扫盘报告交上来 并且要求至少含有20套真实房源信息 这也意味着他每天必须拨打200个以上的核实电话 朱闪闪对此苦不堪言 却又不敢反驳 到了中午 房伺井在去往包子店的路上联系了龚贝贝 让他通知他家人收拾收拾家里 等会儿自己要带客户去他家里看房 然后故意提早一个小时到达包子店 并告诉严叔他们马上要看的这套房子很抢手 担心去往了买不到 随后带着严叔夫妇来到公贝贝家中时 里面围满了看房的客户 房伺井告诉严叔 看中这套房子的买家不少 所以才约了集中看房 接着就开始给严叔老两口介绍房子布局 而另一边 王子健在严叔包子店门口左等右等都不见严叔夫妇 其他客户不停夸赞这间房子风水好 那儿媳妇就是在这个房子里生了一个大儿子 你说这房子多吉利啊 发可孙的 只见另外一组客户向公贝贝父亲询嫁 然后其他几位客户也争先恐后地问起价格来 俨然一副非买不可的样子 严叔夫妇一听房子要被别人买走 他们赶紧拉着房伺井来到楼道说悄悄话 连长 请问这个房子多少钱呢 房主的报价是328万 行 我们买了 房伺井劝严叔别冲动 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看房 可以再仔细看看房子然后再下定论 这个房主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这两口子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博士生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工程师 那更得买上了 哎呦这光着可以沾 这可说到两位老人心底去了 他们就是担心孙子以后像他们一样不爱念书 如果买这房子 你们的付款方式是 我们一次就付清 房伺井知道他们挣钱不容易 于是主动帮他们联系公贝贝商量房价 最终成功帮他们把328万的房价敲定在320万 严叔夫妇见状很是感激房伺井 而另一边 站在严叔包子店门口的王子健已经傻等了两个小时 这是突然收到小楼发来的信息 剑哥 你别傻等了 严叔的单可能被自家人撬了 王子健得之后费都差点气扎 赶忙冲回门店 而此时严叔已经在门店里签署了拘捡合同 并且缴纳了定金 房伺井告诉他们自己会尽快约公贝贝 然后安排他们双方签署买卖合同 房子的事情敲定之后 严叔夫妇正准备离开 在门口恰巧遇到赶回来的王子健 严叔夫妇走后 王子健气愤地控诉房伺井这种行为的恶劣性 竟然连自己人的单都撬 嘲讽他的吃相实在太难看 房伺井对此并未做任何解释 这让王子健感觉自己一记重拳砸在了棉花上 心里很不适滋味 然而在外面派发传单回来的朱闪闪又给了他一个宝记 在包子店里和面粉的严叔夫妇 不禁胆叹他们在上海漂了这么多年 虽然花掉了他们的所有积蓄 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这让他们无比满足 第二天早上开早会的时候 所有员工都跟房伺井对着干 以此表达他撬王子健单子的不满 王子健更是挑明了说自己来这里三年 大家一直都是一致对外资源共享 徐文昌店长也一直都是把单子分给他们做 而他来之后世道就变了 我和你是一个门店的 不存在乔单 好 那严叔这单业绩算我的 我的 你的 那咱们店以后格局就这样了 随即谢霆锋说起工贝贝购购买的那套跑道房 客源房源都是自己一直在跟 自己也辛辛苦苦维系了大半年时间 如今他却理所当然地将其收入囊中 大半年的时间都没给客户找到合适的房源 那是你的无能 我只是把你扔在桌上不要的房源和客户拿来了而已 王四景作为店长竟然撬了底下员工的单子 这一行为不仅引得所有人的强烈不满 就连一向佛系的徐文昌也看不下去了 因为从严叔给他打招呼想要买房子起 他就把这笔单子托给了王子健 而房四景却认为身为房产中介 只有卖出房子才是硬道理 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房子推给客户 让客户自己做选择 否则像工贝贝那样的客户永远都买不到房子 从而导致他们永远都开不了单 所以我帮客户做选择 督促他们做决断 我不认为我是在和他们抢单子 我是在替他们擦屁股 房四景的强硬态度让徐文昌也没法继续劝说下去 那严叔的单子你要跟王子分成 我不值得房 我开发的房源 我代看的客户 我签的合同 我为什么要和他分 你敢摸着良心说客户就是你的吗 你欠王子一个道歉 我谁的都不欠 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在一旁偷听了他们对话的谢霆锋 借此大骂房四景 徐文昌表示虽然房四景有他的不对 但他谢霆锋也确实对公贝贝这个客户没有上心 所以跟了大半年也毫无进展 随后房四景来到朱闪闪公卫前 让他去打印一份地推报告 却被一旁的王子健喝斥肿 王子健 你跟我出去做业务去 他不是嫌你不开单吗 跟着我 别干这么砸碎话 其实王子健也只是为了让房四景难堪 并没有真的想带朱闪闪出去跑业务 朱闪闪没办法只好回到门店 恰巧看到房四景在找小楼谈话 小楼也是店里唯一一个对房四景没有偏见的人 而且对他还有些许崇拜 你身上有一股狼项 要是我们大家身上都有这股狼项 早就打扮外门的两家也集中进了 那你就坐车备样子来给我看看 你瞧好 没一会儿 房四景就把严叔和公贝贝两家人约到了门店签署买卖合同 因为严叔一方是全款购房 加上公贝贝这边的贷款也还完了 所以签署流程并不麻烦 只需三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房产过户 然而就在严叔准备签字的时候 身后儿子突然发话了 爸 你等会儿 我想在房产证上加上倩妻的名字 这个建议让严叔夫妇很是为难 毕竟这套房子可是他们老两口 卖了大半辈子包子才攒出来的 我是你们的儿子 倩妻们是你们的儿子媳妇 这房产证上 要是没有倩妻的名字 我心里保护 而媳妇见两位老人还是犹豫不决 于是便用肚子里的孩子施加压力 既然他都会让咱们的孙子了 那要不就带上吧 徐文昌见状忍不住多嘴给严叔提意见 说反正他们儿子儿媳都还年轻 不如选择贷款的方式 把剩下的钱拿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房四井是钱已经帮严叔一家 算过首付五成的金融方案 按照三十年期最新基准年利率计算 如果选择等额本系还款 那么每月月供八千四百多 总利息一百四十五万 如果选择等额本金还款 总利息是一百一十七万 严叔不懂通货膨胀 只知道这么高的利息 自己需要再卖至少八十万个包子 于是拒绝了徐文昌的好意 最终还是决定在合同上 加上儿媳妇的名字 然后全款买房 这天中介小哥带客户 去月桂小区看房 不料却被保安拦着不让进 店长徐文昌对此也很纳闷 心想之前不是都已经 打点好了那边的物业吗 结果没一会儿 月桂小区的物业经理姚总就来了 徐文昌连忙热情迎上前去接待 徐文昌把新来的店长房 四井介绍给姚总后 便带着姚总来到办公室 姚总表示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 于是他们物业公司 特意准备了一批精品粽子礼盒 用来照顾周边的店铺和企业 姚总得到满意答复后 接着又起身准备前往下一家 店里同事们对于姚总逢节壁 登门的无耻行为也很是气愤 房四井质问徐文昌 为何人家说两百份就两百份 这样有求逼应只会导致 对方胃口越来越大 就在徐文昌准备回答时 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户 向他们询问旁边关篮小区的房子 结果所有人竟统一口径 表示不做那个小区的业务 房四井不知其中缘由直接答应下来 然后不顾徐文昌的劝说 执意要带客户去看房 这要出事啊 房四井带着客户到关篮小区的 看房过程出气顺利 小区物业还特意给他们准备了逮捕车 随后客户看完房子也很满意 但在要签合约付钱的时候 他回到门店把自己即将和客户 签单的消息告诉给众人后 到了第二天房 四井给客户打去电话 果不其然得到的是客户的抱歉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昨天已经和关篮小区的 物业中介公司签过了 那你们收2% 他们的服务费只要0.5% 再说了 我们家以后是要翻进去 这物业公司低头不见太多见的 付钱也不好意思 房四井对此也无理反驳 两个月 我饿了他们两个月 按照原计划 他们这个月就饿死了 可是在这关键的时刻 你又送了他们一单 又给他们奶了一口 这些他们又能再多活一个月 一旁的谢霆锋告诉他 这条街上的所有中介 都不做关篮小区的声音 虽然同行之间是有不少矛盾 但在这件事情上是同仇敌凯 最早关篮物业做房产中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连合同文本都是从他们这里偷过去的 朱闪闪说店长徐文昌 是这条街第一个痛下决心 不做他们小区生意的人 后来所有中介门店都跟着不做了 他们开发不出新房源 服务也不专业 就连最基本的产调都做不好 差点被客户告破产 结果倒好 他又给人家奶了一口 为什么昨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得追得上你啊 你得给我留说话的机会啊 他的这种行为彻底打乱了 整条街上中介公司隐形的和谐 这两天出门 大家都小心点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 房四景便给物业经理姚总打去电话 提醒他粽子礼盒还没有送来 一向收钱不办事的姚总竟还生气了 搞得跟我欠你似的 徐文昌告诉房四景 这粽子送过来那是意外 不送过来那叫纯属正常 房四景有些生气 徐文昌不断地给人家送钱 谢霆锋便给他科普 这叫行业潜规则 然而就是他的这通电话 导致他中午带客户 去人家小区看房时 被保安李大年拦住不让进 我们已经交过看房费了 不好意思啊 那都是老黄历了呀 本小区看房已经提价了 每次看房有二十块钱 涨到一百块钱了 看一次房一百 这也太离谱了吧 李大年告诉他 这个小区两百套房 一套房三百块 交一次管一年 李大年的故意刁难 让一旁的看房客户 开始怀疑房四景的专业性 他们以前可从没遇到 带看中介连小区都进不去的情况 直到房四景对李大年一顿好说胆说 李大年才总算让他们进去 房四景回到门店后 便给公司财务打去电话询问 收支明信 发现那笔找姚总购买 粽子里盒的钱并没有走公户 而是徐文昌个人承担的 此时的徐文昌正在接待姚总 姚总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说自己手下李大年的两岁孩子 被诊断出心脏病 要做半膜修复手术 否则生命将有危险 因为李大年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他特地前来寻求帮助 徐文昌得知 隔壁两家小中介隔捐了一万后 很是爽快地答应他们也捐一万 姚总特地要求徐文昌 把这钱打到自己账户上 房四景对此有些怀疑 但好歹是做善事 于是承诺姚总他们门店捐赠一万五 麻烦姚总开个收据 啊 做慈善还要开收据 年终总结的时候 我们要上报总公司 想争一个精神文明奖 哦 那是应该的 这样 回去之后马上给你们开 房四景随后来到隔壁中介门店 提醒他们捐给李大年的善款 别忘了要收据可以抵税 接着又找到严淑夫妇 虽然他们只捐了两百 但还是提醒他们 记得索要收据用来减美税收 谢谢谢谢 房间长不提醒 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随后房四景沿街挨家挨户通知了一个便 最后来到月桂小区找李大年 保安同事告诉他李大年回老家借钱去了 这让房四景很是不解 借钱 姚总不是正在帮他募捐吗 姚总是把钱算过来了 你手术费还差三万呢 房四景转头就询问了妇产医生龚贝贝 龚贝贝告诉他做一个心脏半膜手术 大概需要八万 但据自己统计 姚总帮李大年募捐到了十多万 徐文昌顿时明白姚总很可能吃了回口 我提醒你啊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房四景通过募捐收据计算出物业经理姚总暗中吃回口 于是特地买了一袋水果来到月桂小区看望保安李大年 李大年很是感激他们门店帮忙筹钱救助自己孩子 十万块 要是不公用的话 你告诉我 我们待会再一起想办法 多少钱 十万 你说大家捐了十万块钱 对啊 房四景告诉李大年 邻里街坊加上这条街的门店 总共捐了有十来万 李大年一直以为他们就募捐了八万 万万没想到姚总连孩子的救命钱也敢贪 于是下班之后便来到物业办公室找姚总 祈求他把街坊邻居募捐的钱拿给自己 姚总一开始还揣着明白装糊涂 直到李大年从兜里拿出一打募捐收据 我今天一天 小区附近一家一家的何时过了 有些人问你要了收据 有些人没有要 都在这儿呢 姚总没想到他敢跟自己算起障碍 静直接挑明自己不会给他钱 他要叫孩子可以选择去卖房 李大年健壮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抄起桌上的酒瓶就准备砸在姚总头上 姚总不信他真敢动手 两人顿时就扭打在一起 没一会儿 遍体鳞伤的两人就被警察带去了公安局 看样子刚刚的决斗姚总稍落下风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这条街 所有人无意不是拍手叫好 隔壁中建门店的红店长看到 房思锦联盟迎上前去 告诉他姚总被李大年打去医院抢救了 但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条街还是你最好 我们被那个姚总能欺负多少年了 你一出现局势就变了呀 全部摆平 房思锦来到门店后 徐文昌告诉他姚总进了医院 李大年进了局子 如果不是因为他 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惨烈 现在有两个家庭急得团团转 劳里搞不好有劳于之灾 我跟你说 小侧老没有爸爸真的很可怜的 此时房思锦的心理也是五味杂陈 没想到自己好心帮了道忙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来到隔壁中建门店看房 我听说你们街坊发生了大案 特地大老眼赶快 房子卖不卖 如此奇葩的要求 顿时让红店长也差点接不上话 而且他们门店也从来不接凶宅房源 于是转移话题给他介绍其他房子 男子连忙打住他 我只买凶宅 大哥 你是还好挺奇特 两人谈话内容恰巧被 正在外面散心的房思锦听到 于是赶忙将其拦住 男子告诉房思锦 他找大师算了一挂 算出他今年必有血光之灾 而且还是那种 要取他身家性命的血光之灾 紧接着大师给了他两个破解之法 一是找一个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人 给他一笔钱雇他当提身 然后替自己去死 这种犯法的事情他当然干不出来 二是找一间新鲜的 刚刚发生过命案的房子搬进去 最好是七七四十九天之内的 让适者替他挡过这一载 可眼下这种房子太难找了 房思锦告诉他 这种房子业内确实不接 房源太少不说 而且还不好卖 不过我手上的确是有套新鲜的 房思锦为了证实自己手里的确有一套 刚刚发生过命案的凶宅 还特意上网把新闻搜出来拿给客户看 这个人死的时间不长啊 而房思锦恰巧就是这套凶宅的租客 就在昨天 房东刚好把这套房子委托给他们门店出手 随后房思锦带着黄老板来看房子 黄老板环视一圈都没感觉到阴气 对此有些不满意 房思锦见状直接推开客厅沙发 然后指着墙上的血字说道 这些血点是案发时间上 差不掉 是真的 这是隔壁邻居看到房思锦带客户来看房 于是进来打招呼 房思锦便让他亲自给黄老板讲述当天案情 黄老板听完邻居的讲述非常满意 二话不说就要把这套新鲜凶宅买下来 而且要求今天晚上就得睡在这里 得知房思锦是这套房子的租客后 黄老板开始询问在他居住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类似于奇怪的声音或者怪事 房思锦说怪事倒是没有 就是到了夜里风声有点大 而且有点像哭的声音 还有下水倒会自己咳嗽 顶上的电灯有时会无故地闪几下 地板有时会咯吱咯吱地叫 旁边的衣柜门有时会自己打开 黄老板听完房思锦的描述很是满意 赶紧催促他联系房东办理过户 另一边计划添置新房的徐文昌 为了拿到购房名额 于是决定把自己名下的房子 先过户给老婆 然后再去民政局办理假离婚 等到新房过户后又来办理复婚 控制给自己的情绪 不要显得太气愤 然而才没过两天 吓了个早班的徐文昌刚回到家 就看到门口有一双男鞋 紧接着房间里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徐文昌走到卧室门口 果然发现老婆在跟一个陌生男子打扑克 徐文昌怎么也想不到早上出门 还和自己你蒙我浓的妻子 转身就和别的男人发生夫距离接触 这顶绿帽子让他迟迟缓不过来审 丑事被抓到后 张诚诚穿好衣服来到徐文昌面前 呼诉自己并不是他想象那样的 张诚诚解释那个男人 是他们店里新来的实习生 是他主动勾引自己的 张诚诚不断祈求徐文昌的原谅 解释自己就是激情犯错 心里还是深爱着他的 徐文昌没有理会他 只是在离开的时候 告诉他要重新修改离婚协议 失魂落魄的他来到瓜哥的酒吧 想用酒精麻痹自己 瓜哥见他心情低落又不肯说出来 于是用塔罗牌帮他算了一挂 最近犯小人啊 嫂子偷人了 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顿时让徐文昌的心情更下一层楼 索性将自己灌得烂醉 瓜哥没办法只好跑到门店找王子健 让他去酒吧把人扛走 此时正在门店加班的还有房四井 方队长 搭把手吧 我一个人弄不动 在送徐文昌回去的路上 一个名叫潘贵宇的人不停给房四井打来电话 房四井并未接听 卷缩在后排的徐文昌突然响吐 房四井连忙给他地区塑料袋 恰巧他的手机掉落在座椅下面缝隙里 两人不知道徐文昌和张诚诚之间发生的事情 于是又将他送回了家 王子健回到自己小区刚停好车 就听到座位底下传来手机的信息提示音 月底我要是没收到一百万 看我不弄死你 王子健干脆拍下这条威胁信息 第二天一早房四井就匆忙找到王子健拿回手机 看到潘贵宇发来的信息后顿时皱紧眉头 另一边宿罪的徐文昌一醒来 就被张诚诚摆了一摆 昨天晚上人家又顽强地抵抗了 可是哥哥你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又失败了 徐文昌对于他的出轨还是难以原谅 张诚诚便说出了那句至理名言 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不过他是个女人而已 实在不行 你在外面也找一个 徐文昌来到门店后 连忙叫来谢霆锋 徐文昌不好直说是自己住 于是谎称是帮亲戚找的 这时外面几人开始八卦房四井 到了下午 房四井就安排那套凶宅的买卖方 来门店签署合同 房主对房四井很是感激 若不是他 自己这套凶宅根本卖不出去 房四井不断推脱 说什么都不肯收房主的红包 这一幕也被徐文昌看在眼里 而对于房四井的这单生意 王子健很有意见 毕竟房源可是他的 但房四井果断拒绝和他分成 这房子在你手里 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租 而在我手里 他就卖出了好价格 好看的脸蛋呢 满大街都是 不要脸的灵魂 独一无二 如果你的嘴巴能配得上你的能力 你就不会整天在这里盯着我 被无可挽回的事情懊恼 加油 小楼顿时就被房四井 雷利风行的形式风格所折服 于是悄悄找到房四井要拜他为师 房四井和徐文昌一样 根本不想鸟他 你们是希望我顿我 房四井见他挺会来喘 于是想了想便把自己的客户 联系方式给了他 让他通知这些客户 近期将要新出一七楼盘 当店里所有人都开始 紧锣密鼓联系客户看房时 朱闪闪悄悄找到房四井 想要给他推荐一套出租房 而他推荐的这套房源 正是徐文昌谎称 给亲戚租的那套房子里的 另外一间卧室 房四井犹豫片刻后同意下来 可以 你 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我租的房子啊 这是我租的房子 两人都没想到 竟然租了同一间房 已经付过定金的房 四井不肯让步离开 你要不要这样 我给你钱 你出去住酒店 有钱了不起啊 我放着自己的租房不住 去住酒店 这什么道理 就在这时 徐文昌的前妻张诚诚找上了门 我们已经分手了 他这是骚扰 开门 房四井实在忍受不了 张诚诚在外面不停叫嚷 于是自己去开了门 就在他打开房门的瞬间 徐文昌一把将他搂住 两人僵硬地站在张诚诚的面前 张诚诚见他们两人如此亲密 还特地租了一间房约会 气得他破口大骂 徐文昌好不容易 把张诚诚赶走后 房四井告诉他 自己租金得降一半 徐文昌本想解释 但房四井表示 自己对他的私事并不感兴趣 到了晚上 徐文昌拖着行李来到酒店开房 但酒店前台却告诉他信用卡刷不了 一连换了几张都是同样的结果 于是给发卡行打去电话询问原因 在确定自己信用卡无法使用后 他无奈再次回到出租房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了一下 我放着自己租的房子不住 住酒店 没道理 第二天 房四井告诉小楼 自己要带VIP客户去看房 让他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能让房四井收自己为徒 小楼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直接顺手牵羊把同事桌上的安慕冬酸奶拿走了 然而他不知道这瓶酸奶是过气酸奶 就在房四井带着客户快要赶到时 他突然闹起肚子 所谓憋尿能行千里 拉锡寸步难行 快要失手的小楼直接选择在样品房的洗手间里解决 小楼你准备一下 客户快到了 好的 然而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这间样品房里竟然没水 小楼顿时懵逼 翻店厕所愣是找不出来一滴水 而此时房四井带着客户已经到了楼下 小楼连忙拿出香水到处喷洒 想借此掩盖米田供的味道 但都无济于事 眼下只能安慰自己谁看房子会看厕所 随后房四井带着客户们参观了客厅和卧室 客户们对这套房子的布局非常满意 不料这时突然飘来一股芬芳 因为我真想给你们介绍 这儿的下水系统啊 还是这儿的一大卖点 去年还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奖 红点设计奖 对 红点设计奖 在房四井给客户吹捧这里的设计有多好时 小楼却慌得一批 不知情的房四井为了证实自己的说辞 还主动带着客户前去参观卫生间 此时小楼真是有苦说不出 客户刚走到马桶跟前 带有自动感应的马桶盖就弹了起来 这太恶心 你就带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啊 你太过分了你 所有客户顿时火冒三丈 离开前更是放下狠话以后不要再联系他们 到本了呀 喂 敲我单 中介小哥王子健又被人敲单 顿时火冒三丈 一旁同事连忙上前安慰他 哎呀 跟子被零五五第一次嘛 淡定淡定 谢霆锋这才刚安慰完王子健 自己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客户来电告诉他自己已经跟隔壁门店签单了 鬼儿子该敲老子的单子 原来就在刚刚 隔壁两家门店的店长狼狈为奸 计划联手先把安家天下解决掉 达成共识的两人紧接着就安排底下员工行动起来 一群人直接守在安家天下的门口揽客 你买房子吗 我们旁边小红帽的 我们家中介费比安家天下的低 对对对 他们的房源我们都有 虽然安家天下是全国连锁的大店 但也架不住他们两家野鸡门店所宣传的超低中介费血头 你觉得他们收你两个点的服务费合理吗 不就是带你看看房 凭什么收你那么高的中介费啊 哪里是服务 这简直就是暴力 老板我跟你讲 我做这个真不是为了赚钱 钱我早就赚够了 我就是要打破垄断 撕开虚伪的面杀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一幕 安家天下门店的客户接连被撬 房四井直接给客户与先生打去电话 了解到原由后 便解释他们门店佣金比隔壁门店高的原因 我们的佣金贵自有贵的道理 我们公司是有八大承诺 有风险保障的 万一您的 万一 什么万一啊 我这里没有万一 总不能因为我没和你们签合同 你就说这种话咒我吧 小楼气不过 转身抄起一旁的亮衣杆 就准备去找隔壁门店讨要说法 谁来请问我师父 我灭了你们 结果一个亮枪摔了个狗吃屎 众人听到小楼传来的叫喊声 没有一丝犹豫就带着家伙前去救援 双方顿时剑把弩张起来 小楼告诉他们自己确实是摔了一跤 朗店长见状开始拿房四井开刀 不断挑拨朱闪闪等人和房四井的关系 他是不是比你戴头套了 你别指我 在这关键时刻 静怡门店所有员工很是默契的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对于房四井之前那些惹人讨厌的行为也不再计较 徐文昌做起老好人 将快要打起来的双方拦了下来 最后带着店员们回到自己门店 他们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集团副总翟云霄从门店走了出来 众人看到翟总粗不及防 这可是比他们高了好几个级别的人物 不解为何突然例领本店 翟总一来便斥责徐文昌 大白天连个看店的人都不留 徐文昌面对这位老同学并未选择阿谀奉承 不管是作为领导还是老同学 到了我今天这个位置上有时候其实挺难的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你说你们门店今天这个业绩 我心里有数 两人的谈话并不愉快 翟总临走前拿了一本徐文昌写的书地给房四井 让他尽快掌握徐文昌售卖老洋房的业务技巧 然后再将其干掉 下班之后 小楼来到房四井跟前保证自己会向他学习 争取早日证明自己的价值 房四井的心思却没在这上面 他向小楼询问徐文昌买卖老洋房的事迹 都说徐店长是买卖老洋房的高手 你见他开过老洋房的单吗 见过 但是不多 虽然小楼连普通单子都没开过 但是说起老洋房就来劲了 因为他听说谢霆锋当初之所以选择来这里上班 就是想偷学徐文昌的老洋房业务 看样子应该是没偷到 因为谢霆锋到现在都还没有开过老洋房的单 喂 陈先生 我是安家天下的小楼 你今天有时间看房吗 没有时间 打扰了 住最贵的写字楼打最猛的骚扰电话 这就是房产中介小楼的工作写照 从未开过单的小楼下定决心要跟师傅房四井学习 于是拿着客户名单一个又一个的给对方打去电话 结果被客户一个又一个的无情挂断 另一边 姚太太正和几个老闺蜜喝下午茶 突然接到小楼的电话 喂 神经病啊 小楼并未放弃又一次打过去 姚太太很是气愤她的这种骚扰行为 更是撂下狠话再打过来就去投诉她 然而姚太太显然低估了小楼的厚脸皮 小楼又一次打过去并告诉她现在有个门面 非常符合她所有的要求 今天天气多好啊 你出来走走 我们看看房子多好呀 好 我马上到 好嘞 姚太太 等你 姚太太气冲冲地来到他们门店 姚太太你终于来了 我来 我来是来投诉你的 投诉好 投诉完了您给我去看那个门面 真的好 我特意连给您的你们领导呢 小楼把姚太太带到店长徐文昌办公室 很是兴奋地让姚太太抓紧时间走完投诉流程 然后跟自己去看帮她物色好的门面 阿姨 干啥 姚太太 那个门面真的好 四面临街占两个枪口 现在看不需要 一年半 一年半以后你再去看 通了地点就不一样 小楼如同打不死的小墙一般 一个劲地祈求姚太太跟她去看一眼门面 姚太太也是服了她 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跟她去一趟 小楼顿时欣喜若狂 徐文昌健壮二话不说就把钥匙递给了小楼 让她开自己的车袋客户过去 随后两人来到门店前 做足功课的小楼一口气把周边所有的配套措施 以及商业发展前景都介绍了一遍 姚太太听完她的介绍也感觉不错 于是给老公打去电话商量 小楼也很有眼力见 看到她打完电话后 连忙从包里拿出一瓶水地给她解渴 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商量了 这两个扑面我们都要了 小楼顿时愣在原地 她人生中的第一单就此达成 这让她热泪盈眶无比激动 眼中竟还泛起泪花 小楼带着姚太太回到门店签约 一时间门店所有人都把她的成功看在了眼里 最近这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要出去庆祝一下 恭喜小楼开单 下班之后 小楼几人收拾好东西正出门 就看到隔壁两家小门店的同行聚在一起闲聊 王子健几人见状故意从他们门店前经过 来呀 喝酒呀 开单啊 喝一大杯 起来起来 别咬了 全店都出去浪是吧 生意也不做了 不做了 我兄弟今天人生第一单开单 第一单啊 两个门面 低调 这让红店长和朗店长气不打一出来 别提心里有多憋屈 众人来到瓜哥的酒吧庆祝 年长的谢霆锋让小楼发表开单感言 人生经验三个字 不要脸 的确也是因为他的不要脸 而且是持续的不要脸 才让他终于吃着了肉 他知道虽然姚太太讨厌自己 但肯定不会讨厌好的方圆 所有人也都发自肺腑 为他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感到开心 跟着音乐疯狂地庆祝起来 房四景在一边有些不合群 王子健健壮主动和他碰杯 两人兵事前嫌约定不再提及往事 这家中介公司的营销套路有多深 以降低中介服务费为噱头到处揽客 在他们这里买了房子的于先生 交完前却发现房子被法院查封 狼店长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倒还怪他自己没有选择两个点的服务套餐 于先生无比后悔当初没有听信房四景的话 选择更有保障的中介公司 事到如今却拿他们没有办法 经过静怡门店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 思嫌想后还是决定后着脸皮去找房四景帮忙 房四景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并未因为他之前选择和别的中介公司签约而另眼相待 于先生告诉房四景 他和隔壁阿拉丁中介签约后 就把房子首付款和佣金一并打给了对方 现在房子拿不到 十万块的佣金也要不回来 房四景告诉他中介费贵有贵的道理 安家天下在客户每次付款钱 都会针对目标房源进行产调 绝对不会出现让客户买到查封房的状况 可是您的这一单不是我们家做的 我们爱莫能处 早知道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打死我都不会贪这种小便宜 于先生向他询问自己这种情况 如果选择打官司 会有多大胜算 房四景告诉他上一个和阿拉丁打官司的客人 已经三年了钱都还没有要回来 画面一转 阿拉丁门口围满了人 大家看看清楚啊 这个阿拉丁房产啊 是家黑店 专门骗人家的中介费 千万不能上当 门口围满了打牌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骂 这让狼店长苦不堪言 王子健和小楼站在一旁 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各位听我讲 大家帮帮忙 给我留条财路好吧 你把欠于先生的十万块钱还给他 我们立马走人 狼店长见他们要求自己归还于先生的十万块佣金 当然不干了 义正言辞地说他们是签的正规合同 为了赶走这群人 狼店长还吓唬他们这里可是捅过人的 众人见他说什么就是不肯拿钱 又自顾自地打起牌来 实在没法做生意的狼店长报警叫来警察调和 大爷大妈们却愣是不走 更是直接把牌桌搬到他们店里去玩 警察同志拉住快要抱走的狼店长 告诉他经济纠纷的他们自己解决 如果大爷说的是事实 那他就该把钱还给别人 如果再接到报警 就得把他们双方带到派出所去协调 要还是谈不拢 就只能选择走法律程序 随后警察做完出警记录便离开了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 等大爷大妈们都回去睡觉时 狼店长就赶忙召集店里所有人开始收拾东西 他则抱着自己那尊财神爷一起跑路 这天早上 隔壁中建门店迎来一位很有钱的看房客户韩老板 老板好 欢迎光临小个 房四井健壮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红店长给韩老板介绍了一套 带有八个卫生间的顶楼富士 上下加起来一共五百平 韩老板却根本瞧不上眼 这让红店长顿时愣住 他们这里可还没有开过这么大的单子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红店长带着韩老板东奔戏跑看了不少房子 此时又给韩老板找了一套 位于陆家嘴最贵地段的豪宅 这个房子的总价难以空 有钱就是这么豪横 根本不用考虑价格方面的问题 韩老板来到窗前看了看外面 却说这里风水不好 这条巷子 一见穿新 这三栋破楼 盖的真不是地方 八又八不了 这不挡我台路吗 红店长虽然不懂风水 但觉得韩老板的事业能如此成功 他说的话也肯定没错 紧接着几人又来到另外一套高端住宅 虽然采光布局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韩老板得知这套房子位于38楼时 顿时又不乐意了 八 八不就是发的意思吗 我们老板买房是非常讲究的 这番操作直接把红店长整懵了 一到十的数字都不行 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房子 能让韩老板满意 韩老板又改变主意 让他找一套负二层的房子 所谓长居负二层必出负二代 红店长思前想后也想不明白 什么样的房子能满足地下二层推窗建计 第二天开早会的时候 红店长把韩老板的要求告诉给众人 让他们集思广义帮忙想办法 这是一个员工点醒了他 这个韩老板要求怪怪的 会不会是隔壁排来捣乱呢 红店长意识到韩老板是在故意耍他 于是便把这个单子送给房思景 想借此让他常常被耍的滋味 房思景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接下这单业务 因为就在几天前 准备买房的韩老板找的第一个人 就是房思景 房思景告诉徐文昌 韩老板就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房思景随口说了一句 红店长人不太好 韩老板顿时放在了心上 于是故意把红店长戏耍了一番 这个单子兜兜转转回到房思景手上后 他竟然真被韩老板找到了这种房子 开什么玩笑 我是捉弄他地下二层的好 哥听都没听说过 房思景帮他找的房子 正是著名的深坑国际公寓 韩老板要求的负二层推窗建景 人家足有17层能满足条件可供他选择 韩老板直接签下合同 然后开着他的大兵力 送房思景回到门店 红店长不信房思景能搞定 有如此奇葩要求的韩老板 于是迎上前去询问情况 深坑国际公寓听说过 深坑国际公寓 我买了一层的产权 看来你业务还是不惊啊 这天接到的王阿姨来到静怡门店 说徐文昌在去年举办的健康跑活动中表现很好 于是今年特意给他们门店安排了两个名额 作为店长的徐文昌只能亲自上阵 但还有一个名额却遭到众人的一再推诿 朱闪闪谎称自己滴血糖 于化龙谎称自己大学打篮球时把半月板打碎了 小楼借口自己上次头部撞伤还没痊愈 王子健健壮直接把机会让给了新来的店长房四景 我去 哎呦 哎呦 好 房四景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下来 附店长 十公里健康跑你有这概念吗 你要没练过你可千万别逞强啊 你到时候跑不下来你别哭鼻子啊 十公里太少了 你能不吹吗 比赛开始的那天 徐文昌担心房四景坚持不下来 本想让他跟在自己身后帮他挡风阻 不料随着裁判员的一声枪响 房四景就首当骑冲跑在队伍最前面 其速度简直不亚于百米冲刺 徐文昌追上来提醒他得前妻保存体力 否则等会儿被人抬下去就丢人了 房四景并未理会 反而又加快了奔跑的节奏 门店所有人都来给两位店长加油助威 房四景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率先冲过终点 过了好一会儿 去年还拿了去冠军的徐文昌才好不容易跑过终点 榨干最后一丝体力的他直接瘫倒在地 当他看到房四景像的没事人一样时 心里顿时就不平衡了 回到门店后 房四景的母亲潘桂宇突然找上门来 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叫喊房四景的名字 房四景 你怎么来了 你说我怎么来了 你不给我钱我当然要来了 潘桂宇声称只要给他一百万 他就立马走人 钱到账 我走人 我都告诉你了 我没有一百万 那你有多少 你管我有多少钱 我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一百万没有 五十万总会有吧 我这些年赚的钱 我都已经给你了吗 在潘桂宇看来 女儿卖套房出去少说也要挣个一二十万 于是威胁房四景要是不给他钱 他就每天跑到店里闹 甚至还要求房四景给他写个借条 年底必须付清 房四景实在拿他没办法 只好先把自己仅有的二十万转给了他 晚上回到出租房 房四景看出徐文昌他们虽然没有过问 但肯定对于下午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于是借着九一说起原由 对于潘桂宇 他甚至都不愿说他是自己母亲 他们家里有五个孩子 他排行老四 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 当初潘桂宇生下自己的时候发现又是个女儿 竟想把他扔在井里淹死 还好被爷爷看到阻止了下来 不 你想干啥 爹 实在是养不起了 养不起你生在干啥呀 给我 爹 给我 爹 女娃也是人 你养不了我养 你好 认识一下 我是房家 要扔在井里头没死撑的老四 房四景 就因为自己是个女孩 爹不疼娘不爱的 他成为了家里所有人的出气筒 这也让他练出了一口气 能跑十几里地的本事 我为什么跑不跑这么快 可以拿第一名 你们跑的是健康 我跑的是命 房四景这天来上班 发现徐文昌没在工位上 便询问老员工谢霆锋 报告房店长 徐姑姑上班时间又够去了 那就好 房四景见状便召集众人开会 说今天是徐文昌的生日 提议大家晚上一起到瓜哥酒吧给他庆祝 为了能给徐文昌一个惊喜 谢霆锋向房四景申请他们提前下班过去酒吧布置现场 房四景看了一眼时间 可以 赶紧收拾车 当徐文昌回到门店时 店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另一边 大家都给徐文昌准备了生日礼物 酒吧也特别装扮了一番 房四景则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做完所有准备工作后 谢霆锋给徐文昌打去电话 你们跑哪去了 店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姑姑出事了出事了 闪闪他生病了 下午出门搬搅搅火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 现在躺在瓜哥的店里面怎么办 怎么办 领导怎么办 我现在过来 好好好 徐文昌见状急匆匆地赶来酒吧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时 不料他却丧着脸转身离开了酒吧 留下一堆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房四景晚上回到出租屋 看到徐文昌卷缩在床上 房四景问他狗子阿尔法去了哪里 徐文昌才猛地想起自己把阿尔法忘在了门店 再去往门店的路上 徐文昌告诉房四景 今天是我妈妈的机遇 这就是徐文昌从来不过生日的原因 徐文昌刚停好车 就听到阿尔法在门店里面狂吠 于是找急忙慌地跑进店里找阿尔法 却不小心踩到阿尔法弄洒在地上的食物 顿时失去重心滑倒在地上 房四景见状连忙上前准备扶他起来 你别碰我 我好像摔到我了 我感觉我下半身动不了了 随后房四景扶着徐文昌来到医院拍了片子 要不是我坚持带你来 你都不知道自己尾巴骨折了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房四景便当起了徐文昌的贴身保姆 因为他行动不便 房四景一直在边上护着 就连上厕所都得掺着他 快快快要报了要报了 干嘛 你不要上厕所吗 你拿个椅子过来 房四景见他上完厕所替裤子都费劲 便提议他就不要去上班了 徐文昌担心大家知道了要来家里看他 万一因此暴露自己被前妻戴绿帽子的事情 就没脸见人了 于是说什么都要去上班 为此房四景还替他动手换衣服 干嘛 换衣服啊 你总不能穿睡衣去上班吧 那你有拉个妆联啊 房四景搀扶着徐文昌进门店的这一幕 恰巧被朱闪闪撞见 朱闪闪便好奇地去问徐文昌 今天怎么和房店长一起来上班 在一旁打扫卫生的房四景听到后 便把昨晚发生的事情稍微修饰了一下 谎称自己昨晚来店里拿东西时 恰巧碰到徐店长摔伤 于是今天早上又特意去他家里接他来上班 对于他们两人合租一间房的事情只字未提 随后众人把昨天准备的礼物都送给了徐文昌 朱闪闪和985合资给他买了一个钱包 谢霆锋送给他一个珍藏版的弹琴播片 王子健则送上一瓶好酒 毫无准备的小楼健壮连忙跑到隔壁街道的日用品店 给徐文昌买了一个马桶垫子 这天中午 房产中介房四井带着客户爸妈来看房 不料才刚一下车 老两口就摆起架子 房四井没办法只能向保安小哥询问 这附近哪里有咖啡厅 然后以最快速度冲到咖啡厅 找服务员要了一杯不加咖啡 不加奶不加糖的拿铁 站在原地等他送水来的老两口还不乐意 随后房四井带着二老来到房子里 介绍这套房子他们儿子已经决定购买 自己也是应他们儿子要求 带他们二老来实地看一眼 虽然他们没法改变儿子的主意 但总是鸡蛋里挑骨头 这电梯那么小 跟割笼似的 房四井解释虽然电梯空间小 但也节省了套内面积 现在别墅的室内电梯都是这个标准 房四井给他们摁好电梯后 自己则选择爬楼梯和他们在顶楼会合 客户母亲又开始埋怨这套房子的装修风格 他不喜欢 一看就很廉价 房四井见状也还是轻言细语地解释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简欧风 也方便以后居住打理 你帮我儿子买这套房你赚多少钱 按照规定 我们收取两个点的佣金 啊 两个点 想钱呢 你们这钱太好赚了 就是啊 二老顿时又不乐意了 认为他们中介无非就是打打电话看看房 这么多钱就轻松进到自己口袋 房四井告诉二老 他们是只看过定下来的这一套 但是在这之前 自己带着他们儿子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十几套 第二天一早 房四井按照昨天双方约定的时间 带着二老来签合同 老大爷下车关门时 似乎眼睛长在了屁股上 将车门狠狠砸在房四井手上 所谓失智连心 简直不敢想象此事房四井正在承受多大的疼痛 你快点啊 我们时间很紧张 就是啊 你那么年轻 动作这么慢 还要我们老年人等你啊 为了不影响今天的签单 房四井强忍着剧痛带着二老去办理手续 来到不动产交易大厅里 工作人员见他手指还在不断渗血 便好心提醒他最好先去医院处理一下 不料却遭到二老的阻拦 理由竟是他们明天下午要出国 中午要和亲友聚餐不能迟到 于是房四井便将伤口简单处理了一下 然后带着两人前去办理手续 随后回到门店 发现徐文昌等人在纠结一位客户的单子接不接 房四井告诉他们只是卖房子而已 不要把自己架在道德制高点上下不来 在客户眼里 他们只是找房子的工具 客户看他们既不会疼也不会窝 甚至都算不上血肉之躯 就像他这只受伤的手 你手怎么了 客户把车门砸在我手上 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我也只能忍着 对我来说 没有钱就等于没有安全感 赚钱 是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自从徐文昌被摔伤之后 一起合租房子的房四井 就承担起了本来两人平摊的家务活 房四井一边帮徐文昌洗衣服一边唠叨 本以为省了房租捡了便宜 谁知不但没有省下钱 还花了不少来养着他 为了让他尽快恢复 还特地给他买了铜骨补身子 从没下过厨房的房四井 在徐文昌的指挥下 有模有样地做起饭来 吃饭的时候 徐文昌说起朱闪闪 虽然从未开过单壳却很乐观 也正是他的乐观感染了 他们门店所有人 这也是朱闪闪没有被他辞退的原因 在这样的大城市里 每个人都很艰辛 也正是朱闪闪的出现 让他明白一个人的价值 不一定非得用每天开单来衡量 所以啊 给咱们带来快乐的 不仅仅是赚钱 还有乐观 开心 努力 和被依靠 而房四井因为家庭的原因 只能用金钱来保证安全感 吃过晚饭之后 房四井和徐文昌闲聊起家常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 什么意思啊 房四井说起四年前的昨天 他刚刚踏进上海 怀里揣着辛苦积攒的1520块钱 他没想到自己眼中的巨款 竟然在上海连房子都租不起 赚了整整一个白天一无所获 晚上下着大雨 舍不得住旅馆的 他找了一间自动驱款机 准备对付一宿 正好被刚下班准备回家的徐文昌撞见 徐文昌见他一个女孩子 大晚上拖着行李呆坐在里面 猜到他应该不是上海人 而且没地儿可去 于是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徐文昌随即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徐文昌随即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徐文昌听完房四井的讲述 才认出他竟然是那个女孩 房四井告诉徐文昌 他当初见到自己的时候 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 甚至有时候两天吃一顿 后来徐文昌帮房四井找了一间 用楼梯间隔断出来的小屋子 房租每月五百 这也是全上海能租到最便宜的房子 徐文昌还特地给房东阿姨打好招呼 让他多照顾一下刚来上海的房四井 随后徐文昌考虑到他还没吃饭 于是冒着大雨又给他买来一大袋吃的 这让房四井很是感动 两个月后徐文昌还去那个地方找过房四井 不过房四井已经搬走了 两人也彻底断了联系 而这也是房四井选择进入中介行业的原因 徐文昌见词也故意摆起架子 对房四井呼来唤取 让他先给自己盛碗汤来 房四井把炖好的汤端到徐文昌面前时 徐文昌说从他来到这里 就知道他是上面领导派来干掉他的 不过他相信房四井的为人 这天看老板专程来找徐文昌 还特意给他带了两盒西饼 但徐文昌一眼就看出他此行目的肯定不止于此 徐文昌把看老板的这单业务 交给了店里的金牌销售王子健来做 看老板告诉王子健 自己要的这套公寓最好是在上下班途中 也就是家和公司之间 了解完看老板的需求之后 王子健很快就帮他找好了一套符合要求的公寓 不料到了约定看房这天 看老板却带了一个陌生女子一起来看房 王子健意识到两人关系不一般 但自己只是个房产中介 没理由掺和别人的私事 就在王子健给他们介绍房子和周边配套设施时 看老板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注意力全在知否小姐身上 紧接着看老板就接到秘书电话 让他现在去一趟公司 小猫 你带知否小姐看房 看了他满意为止 知道吗 是 走吧 你要记得吃饭 然而等看老板前脚刚走 知否就告诉王子健 他要选一套必须离看老板家和公司都很远的房子 王子健健壮便添加了知否的联系方式 发了一套符合他要求的房子给他 王子健一回到门店就向徐文昌吐槽今天遇到的事情 徐文昌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毕竟看老板当年发家时的第一套小房子就是在他手上买的 从最初的一居室换到现在的大别墅 家里四个孩子两个老人 和和睦睦的一个大家庭 看老板怎会做出这种事 谢霆锋提醒王子健可得小心行事 他以前给别人的第三者买过房 后面消息没兜住被原配知道了 结果就是天崩地裂 王子健实在拿不定主意 便询问徐文昌这段生意还做不做 毕竟看老板是他多年的朋友 徐文昌思考片刻还是决定不做 一旁的房四景却不同意 你们真以为自己是观音菩萨吗 除了买卖房子 还要管别人的婚丧嫁娶 生老病死 还没等房四景说服大家 看先生的妻子就气冲冲地找上门来 徐文昌见状很是心虚 看太太随后把王子健叫进来 说他今天跟踪了丈夫看文涛 亲眼看见他带着看文涛跟那个女人看房子 紧接着看太太从包里拿出一本财经杂志 这个你还记得吗 我跟我老公一穷二白来到上海滩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我们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你的见证 你吃过我四个孩子的洗袋 你帮我装修过两套房子 他们夫妻俩就是在现在这个家里接受的媒体采访 带着四个孩子拍的这张封面 那一刻他们一家六口笑得多开心 看太太想不明白为何走到了现在这一步 怒火再也压制不住爆发出来 她每天除了照顾四个孩子 还要照顾两个老人 难道现在自己变成黄脸婆了 就该被理所当然地抛弃吗 徐文昌是见证他们一家奋斗使的人 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帮他们去套房子可以吗 我答应你 这单子我们不做 徐文昌刚表态不会再帮看文涛介绍房子 房四井却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可以不做看先生的这单生意 但是看先生可以找其他的中介公司做 但是看太太却不管这些 声称房四井只要敢做他丈夫这单生意 他就是帮凶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他 然而房四井并未被他吓唬住 转身就联系上看文涛 房四井很快就帮看文涛的小妞 找了一套远郊别墅 其房价大大超过了看文涛给出的一千万预算 那会不会太贵了 如果是为了让他跨越千山万水来看你 那是有点贵了 但如果是为了让他离开你 我觉得不贵 房四井一边和他交涉 一边试探他的真实想法 女孩直接挑明他不仅要和看文涛在一起 而且还要和他结婚 房四井看他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 不太像是做好了进入家庭生活的准备 实在不幸他能接受看文涛的四的孩子 以及年迈生病的父母 而女孩早已想好对策 说到时候可以给看太太一些钱 让他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走 他这样的态度让房四井找不到反驳的话 对于别人的生活和思想 作为一个小小中介的房四井也只能说到这里 看文涛晚上回到家 还专门给妻子买了他最喜欢的唐朝百丽 但妻子对他态度很是冷漠 不明所以的看文涛给徐文昌打句电话 才知道妻子跟踪他和小女友去买房的事情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真的很想告诉你老婆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唉 谢谢 知道自己理亏的看文涛想要讨好妻子 还提出主动帮他剪指甲 妻子并不领情 甚至拿着枕头去了另一个房间睡觉 妻子才刚离开 小女友就给他发来信息 临睡前的问候 看着小女友不停给他发来信息 看文涛有些身心疲惫 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便将手机放在了一旁 看文涛把徐文昌约来瓜哥的酒吧常聊心事 几杯酒下肚之后 看文涛说起他和他老婆结婚的原因 他看我第一眼啊 我就完全被他证实着 就像我那小学老师语文老师一样 让我毕恭毕敬的 立马就说 我这个人不怕 我一方面希望有人能够哄着我 伺候我 缠媚我 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希望有人能让我去缠媚他 哄着他 看他的脸色 徐文昌听他不断拿妻子和小女友对比 也实在听不下去了 而且看他样子还不是出犯 于是让他一并坦白 这一次啊 是我大爷 看文涛说了半天 静还认为他是无辜的 因为他出差妻子从来都不主动联系他 你说我是不是贱 贱 真贱 像你这种贱人 我应该三脚把你踹死 女人见他冷落自己 静直接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威胁他 看到内容的看文涛连忙给知否打去电话 质问他是什么意思 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广大网友转发评论 看文涛知道自己这次完大了 这是一旦被妻子知道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于是赶忙来到门店求助徐文昌 想让徐文昌当中间人去劝说知否了断和自己的关系 并且答应送知否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作为补偿 可知否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要 徐文昌作为看文涛夫妻俩多年的共同朋友 坚决表示不会再给他擦屁股 协商无果后 看文涛正准备离开 房四景见状追出来告诉看文涛 房四景转头就把知否约出来谈判 在房四景的游说下 知否最终答应收下房子了断和看文涛的关系 另一边看太太接到看文涛公司财务打来的电话 房四景告诉看太太 看先生之所以要花这笔钱 其目的也是想和知否小姐断了联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算是为了保护她 以及保护他们的家庭 正在气头上的看太太直接给了房四景一个耳光 为了我 真好笑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为了你自己那点可怜的提成 什么钱都敢挣 真不要恋 看太太离开后 店里所有人纷纷指责房四景的不对 认为她不该瞒着大家去接看文涛的这单生意 房四景却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拿下这个单子对公司对门店都是好事 挨了这巴掌能拿下这单也算值了 他们和看太太有交情可以不做 但她可以做 而且她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伤害到看太了 我怎么伤她了 这套房子是给知火的封口费 是看先生为了保护夹炸品买她保险 再说了 夫妻的夫子说到底是二人 一人犯错 总要二人平分才是夫妻 她有什么错 一向好脾气的徐文昌再也忍不住爆发出来 徐文昌告诉房四景 看太太唯一的错就是找了这个不知道珍惜她的男人 徐文昌说完便离开了门店 这件事过后 房四景被所有人孤立 中午吃饭时也故意不叫她 房四景发现徐文昌已经一天没见人了 于是忍不住向谢霆锋询问她的去向 徐姑姑不见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姑姑丢了 找不到了 我估计她只能去一个地方 最后房四景在徐文昌的母亲坟前找到了她 徐文昌说她母亲这辈子做错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爱上她的父亲 在她15岁生日那天 母亲跳楼自尽了 原因就是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也正因为这样 徐文昌才对房四景那句一人做错夫妻评分异常敏感 房四景见状真诚地对徐文昌道歉 但徐文昌还是坚持认为她不该做那笔单子 这天苗阿姨来到中介门店 说自己一居国外的女儿打算卖掉在上海的房子 于是托付给徐文昌亲自做 徐文昌表示自己当上店长后 单子都是分给底下员工 所以建议苗阿姨在他们店里挑一个业务员 或者让新来的房店长接她这单业务 徐文昌见她对房四景不满意 于是召集大家赞成一排供苗阿姨挑选 一旁的小楼更是被直接淘汰 到了门店王牌业务员王子健这里 又被学历卡住了 苗阿姨嫌她没过英语六级 万一碰到客户是老外就没辙了 I can speak English 九八五 我晓得你的 其实我早就相中你了 长大妈最帅 名牌大学毕业对吧 就是你了 苗阿姨把女儿房子要是交给她后 并嘱咐要是有客户要看房子 千万不能耽搁 而且家里面的所有装修家具都是国外进口的 进屋一定要穿鞋套 九八五带着小楼来到房子里面收拾 小楼不禁感叹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样的房子 这样的房子 估计这辈子是没写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混呢 首先得活着吧 其次得更好的活着吧 有道理 小楼不解九八五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为何要选择留在上海打拼 以她的学历回老家考工多好 而九八五却表示自己并不想像父母那样 每月拿着死工资 过着一眼看到头的生活 九八五接下苗阿姨这单业务后 她的生活作息彻底被打乱 因为时差原因 她只能选择在大半夜和苗小姐沟通卖方细节 第二天一早 她才刚到门店打扫卫生 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说吧那个星星班的二居室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 随时都可以钥匙在我身上 九八五无比重视她这人生中的第一单业务 还下血本钉了一束玫瑰花 用来摆放在客厅茶几上 很快看房客户张小姐就提前到了 这个房子布置的还是蛮有情调的 是的是的 花也很好看耶 谢谢 九八五告诉张小姐 房东和她一样也是成功女性 这套房子还是一位高级设计师 亲自设计装修的 专门针对女性生活 以及储物习惯进行的全屋定制 打开窗户还能闻到桂花香 张小姐参观了一圈 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很满意 却唯独不表态买还是不买 气馁的九八五这才刚回到门店 另一组客户又打来电话要看房 九八五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前去接待客户 到了晚上 她连睡觉都把手机拿在手里 生怕错过苗小姐发来的信息 听到手机信息提示音 九八五连忙起身给她回复过去 耐心汇报当天的客户待看情况 睡眠严重不足的她正在工位上打盹 客户又打来电话要看房 九八五二话不说提着包就冲了出去 就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跟客户本来约好中午十二点看房 结果一点半了客户还没来 于是给客户打去电话提醒 九八五没办法只能继续干等 没想到等到四点半了 客户又说自己有个会还没开完 开完会就立马挡过来 这一等直接从白天等到天黑 还没吃午饭的九八五便叫了一个外卖 担心弄脏家具的她只好站着吃 而在另一边 看房客户正大于大肉招待着自己的生意伙伴 九八五给她打来电话索性聚接 就这样 九八五从中午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 当她最后一次给对方打去电话时 更是遭到对方辱骂 九八五见状只能苦笑着安慰自己明天继续加油 第二天上班 房东妈妈苗阿姨就跑到店里 埋怨她过去三天了还没把房子卖出去 这个卖房啊 她就像谈恋爱一样 对不对 她要看缘分呢 所以您不要着急啊 哎呦 你讲得倒是轻巧 不是你的房子 根本你自然不着急 店长房似锦健壮上前帮着九八五解释 聊阿姨的态度才稍有缓和 就在这时 九八五接到之前看房客户想要复看的好消息 这意味着将有50%的机会成功开单 九八五顿时像打了鸡血一般 不顾疲惫地跑去接待客户 赵小姐带着老公又来看了一遍房子 他们除了对房屋品质有要求 还特别在意噪音 我老公睡眠不好 所以他要求要绝对的安静 哦 要的要的 什么关系 你说呀 到底是什么关系 哎呦 我跟你说 这个房子不能买呀 这邻居吵得累 我最痛恨的就是噪音了 两人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教训孩子的声音 顿时改变主意不想买了 九八五连忙解释这就是偶然 但还是没能留住客户离开的脚步 九八五沮丧地回到门店 和同事们说出自己遇到的难题 千算万算 不如天算 我什么都想到 但是我万万就是没想到 这邻居能把客户给吓跑 你愿意找什么让我那么恐怖啊 你一边待着 九八五告诉众人 这邻居家里住了一个刚上初一的小学渣 每天放学回家之后 他妈妈都要给他辅导功课 声音大的简直就是今天地气鬼神 自己跑去协商也无果 人家根本不买他账 房子仅思考片刻后 让他搬家 这可把九八五难住了 要是让他辅导的考研还行 卖套房子还得想办法让邻居搬家 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房四景为了帮他成功开单 便私下里去见了邻居 了解邻居家的一些基本情况后 很快就制定出一套详细计划 但这个计划必须交给女人员最好的徐文昌来完成 徐文昌得知他想让邻居孩子转学当机不干了 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 到时候谁也无法承担责任 房四景便拉着他到谢霆锋面前 让谢霆锋来举例说服他 谢霆锋有过类似的成功经历 而且他有关系 能让邻居孩子进到一个素质教育很好的中微学校 在谢霆锋和房四景的双双围攻下 最终徐文昌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 房产中介徐文昌假扮成学生家长 故意在小区和一对母女偶遇 然后利用孩子学习问题和女人套近乎 女人说起辅导自家孩子作业就是一肚子苦水 女人一听就来劲了 追着徐文昌询问他孩子在中微学校的情况 徐文昌谎称为了孩子学习 还特地搬家转学去了中微学校 女人接着向他询问关于转学名额的事情 徐文昌谎作为男的说他们不合适 这里距离中微学校太远 每天一来一回得花三个小时 另一边谢霆锋把中微学校副校长约了出来 因为副校长是他老乡 加上谢霆锋帮他办了好几次的房屋买卖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搞定孩子名额后 谢霆锋又来到小区门口摆摊 宣传中微学校附近的房子 女人见状赶忙让谢霆锋带他去看房 985得知他们为自己做的这一切后感动不易 保证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拼尽全力 在所有人的鼓励下 985又再一次给客户赵小姐打去电话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985即将开单时 不料赵小姐和她老公又嫌这套房子没有储物间 两人互相使了一个眼神后 说了一句再考虑考虑便离开了 这种鸡蛋里挑骨头也让985知道了他们的意思 这一单是肯定开不成了 她的心情瞬间低落谷底 她为了这单业务 已经太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了 庆祝所有精力竟然得到这样的结果 今天恰巧也是985的生日 同事们相约在瓜哥酒吧给她庆生 开单开了 985没有心情理会猪闪闪 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 借此发泄心中的郁闷 这赵小姐真的太难搞了 之前嫌邻居吵了 让邻居搬家了 现在嫌这个房子少个储物室 我总不能献给她搭一件吧 徐文昌安慰她卖房子也是捆绑 不能成夫妻 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近人事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接下来就听天命 所有人轮番劝导安慰后 985的心情才总算好了起来 就在众人给她庆祝生日时 突然又接到赵小姐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还想再看看房子 徐文昌见状嘱咐 他和客户交谈实话不要说太满 而且不要带着合同过去 985激动地赶了过去 赵小姐希望985还能再和房主谈谈价格 如果价格好商量 他们会再考虑的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王子健给985打来电话 假装要买下这套房子 新一晚501你现在就要订啊 呃 您稍微等一下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是这样 如果你们要是犹豫不决的话 我都只能把房子 让给这位客户了 两人一听有人要和他们抢房子 立马让985拿出合同要签约 985告诉他们合同 在门店并没带身上 正因如此 客户也彻底打消 刚刚这通电话是拖的疑虑 而房四井仿佛神机妙算一般 早就在门店候着他们 顺利帮助985成功签单 这天中介门店迎来一位特殊客户 而且点名要见店长徐文昌 你好 我是徐文昌 我要卖老洋房 客户口中的老洋房 正是非常有名的公家花园 房四井为了学习老洋房业务 主动承担起给客户端茶送水的杂火 然后趁机留在一旁观察 徐文昌是如何与客户交谈的 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我这几年路过那的时候 我都看见那个铁门都是锁着的 我们家人啊 十几年前就已经从那搬到新居了 所以房子一直都是空关着 徐文昌考虑到这座房子十几年都没人居住 房屋状况应该不是太好 客户说他曾经也动过要重新修缮的念头 但是技术层面要求太高 加上装修费用也不低 于是便不了了之了 徐文昌告诉客户 上海房管部门为了保护优秀历史建筑 还专门编制了保护管理技术规定 擅自修缮改造 因故失修或者失养都是有违法行为 客户前几天去了一趟老宅拍了照片 好奇的房四井也拿过手机观摩了一番 这老洋房总有一种特别的格调和气质啊 这也是客户一直不愿意售卖的原因 徐文昌告诉他自己有专业的维修队伍 可以做到修旧如旧 装修的费用高不高 相对房子的总价来说肯定只是九牛一毛了 因为这座房子如果以现在的屋矿放到市场上 很难卖上价格 而且在上海真正购买老洋房的人不到200 其中至少一半还是职业做这个的 他们很可能会借此压价 而另外一部分真正有老洋房情节的人 虽有购买能力 但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装修 紧接着徐文昌告诉客户 修缮时间最快也要三个月 而客户却表示自己等不了这么久 因为他的公司财务出了状况 现在急需用钱 这也是他迫不得已卖掉老宅的原因 否则我根本舍不得 毕竟是几代人的记忆了 我也不希望败在我这儿 公家花园的地段和品质吧都非常好 我对他的市场估价是1.2个亿以上 但是现在您这个情况 急需用钱 我觉得可以先挂个跌停板 最后客户在徐文昌的建议下 准备先挂1.5亿式试水 徐文昌接手这单业务后 第一步便是带着工人 先对老洋房的花园 做一个简单的修整 这样拍起照来 卖相会好一些 客户告诉徐文昌 他太爷爷当年建造这座老洋房时 还特地请来匈牙利著名设计师 乌达克亲自设计 随后客户带着徐文昌 两人看了一圈屋内情况 徐文昌了解到 这座老宅的地契 也换成了产权证 而且客户家里三代单传 这就意味着产权清晰 很好办理过户 随后房四井才刚回到门店 就接到咨询 这座老洋房的客户电话 从没接过这种业务的房四井 没有多想表示随时可以看房 现好一旁的徐文昌 及时反应过来 然后一把夺过电话 对不起 这套房子是我们独家带领 看房的话要预约的 首先请您出具资产证明之后 等到手续取权了 您再安排集体看房 徐文昌 那个老狐狸 而电话那边要看房的客户 正是他的老对手毛先生 两人寒暄几句之后 便约了具体的看房时间 房产中介房四井这天 约了客户集体看房 这才刚进门给众人介绍房屋情况 就突然冲出一伙人找茬 你们是干什么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让房四井顿十愣主 房主明明说好 这座老洋房产权清晰 没有任何纠纷 不解为何突然冒了 这么多人出来阻拦 要你眼睛干嘛的 出气使的 你没看见本老太太 在这住了都快五十年了 谁造谣说我们搬走的 谁造谣的 我上两次来的时候 没有见过你们呀 你是谁呀 你来我们家想干什么 房四井没有办法 只能先带着毛先生等人离开 毛先生对此很是愤怒 让房四井回去转告徐文昌 以后这种产权有瑕疵的房子 就不要介绍给他了 房四井见状 连忙给房主公先生打去电话 告诉他家这座老宅 突发一些状况 让他尽快过来处理 然而等公先生一到 老太太更是以老卖老白起架子 太表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不能来啊 你听说过谁回自己个儿的家 还得跟谁打个招呼啊 不是这儿啊是我们家 你们不是 什么这儿 那儿你们我们的 要不是因为我们回来 我们还真不知道你们一家的心 咋就这么黑 竟然背着我们卖着房子啊 这房子它是我们家的 我们卖跟您没什么关系啊 公先生不解自家 卖这老宅和他们有何关系 而老太太早已盯好这座老宅 得知公先生一家 要出售这座老洋房 连忙搬回来阻止 拉着全家老小赖在这里 硬是不让他卖房 公先生协商无果只能先行离开 老太太一家人打听到 这座老宅要卖1.5个亿 就开始憧憬他们能分多少钱 起码分到临头5000万 对吧妈 然后我们两家停分 每家可以分到2000多万 老太太随即安排 所有人从明天开始 早上9点准时打卡上班 然后确定外面没人把守之后 一群人便鬼鬼祟祟离开了 公先生来到门店 告诉徐文昌和房四景 今天遇到的太表姑奶奶 是他们家的一门远亲 多年前他男人病故 于是哭着跑他家来寻差事 太爷爷见他一个女人家 又托两个孩子很可怜 就在院子里面 搭了一间小平房 让他暂时落脚 本想着让他情绪稳定一点 就能搬出去 没想到这一落脚就是40多年 直到十多年前 才买了房子搬走 而且买房子的钱 还是找他父亲借的 直到现在都根本不提还钱的事 估计是听说你没有卖房 想分点钱 所以又回来了 可这房子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随即房四景安排进一门店 所有员工集体出动 准备先去摸清他们一家人的情况 果然小楼和985 在蹲守的时候 发现他们一家人离开 985会报给徐文昌以后 又立马跟了上去 最后发现他们其中一家人 现居住在一个高档小区里 985见状连忙拍下证据 小楼跟踪另一家人来到餐厅 这家人随便吃个午饭 都是山珍海味 小楼回到门店告诉徐文昌 他私下去问过服务员 那顿饭1320 紧接着985打印出 自己跟踪拍摄的照片 他查过这个小区的房子 基本不会低于1000万 而房四景也去派出所和街道打听过 老太太一家的户口 从工先生家迁出去之后 就挂在了街道属于公共户口 但和你们家房子 没有半分钱关系 您大可以放心 你这个房子挂了1.5个亿 我们要的不多 5000万 对 5000万 太多了 这个我们给不了 给不了就别给了 大不了我们一家几口 就死到这小平房里 我们不着急 不着急 工先生见状表示 无论这套房子最终成交多少钱 都可以拿出300万了表心意 300万 你打不要万的呢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缺那300万的钱 一旁的房四景看不下去了 告诉老太太 他当年落难搬进来的时候 人家是好心收留他 如今不该不讲道理 在这里胡讲蛮缠 你再说一遍 谁不讲理了 我还真没见过当强盗 还当得这么理直气壮呢 双方顿时见把弩张大吵起来 吓得工先生立马拉着房四景先行离开 回到门店后 工先生就向徐文昌投诉房四景 说他之所以让房四景过去 是让他去斡旋的 不是去跟人吵架的 现在却因为他的鲁莽彻底谈崩 徐文昌表示 这也是他让房四景过去的原因 通过这件事情 也彻底摸清对方的底细 对方也就是个地痞水平 既然现在没有时间和对方打官司 那么唯一的挽救机会 就是让他爷爷亲自出面 工先生赶忙回家把爷爷接到老宅 你们这么有钱 就带点水果来啊 还不是欺负我们 没见过世面吗 去不是 老爷子为了以示诚意 表示可以给他们一千万作为补偿 老太太一家却根本不念旧情 甚至狮子大开口 要给他们每人一千万才罢休 每个人一千万 那可就是七千万 嫌贵是吧 那就还是五千万吧 你们着急卖房子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住这挺好 我们才不想搬家 对方的蛮横态度 直接气得老爷子心脏病突发 对此禁一门店召开紧急会议 商量接下来的解决方案 房司警建议让工先生公事公办 选择报警处理 徐文昌却说 工家老爷子不想把这事闹得人尽皆知 只想大家好说好散 而此时在工家花园房子里 老太太通知所有人 从今天起都不准回家 一众小辈对此很有意见 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 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热水洗澡 龙头的水吸得像眼泪水一样 而且还这么多人挤在这个小房间里 大家都听好了啊 能不能一脚踏入豪门就在此一举了 咱们从今天开始 实行打卡制 一天四次 到分账的时候呢 咱们就按这个考情表来分 结果到了晚上 上海下起了大暴雨 他们这间年久失修的小房子到处漏水 完全没法睡觉 虽然条件艰苦 但他们一想到那即将到手的五千万 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而此时屋外已经围满了人 徐文昌得知他们一家住的那间房 是当年临时搭建的 没有办理产权 属于违章建筑 于是让龚先生趁着极端天气将其拆除 怎料这样的暴雨天气 都无法赶走他太表姑奶奶一家 我以前卖房子 什么奇葩都见过 现在跟这个比起来 简直是弱暴 我的房子 我的五千万呢 报警 报警 报警啊 这就叫恶人先盗状 很快警察赶到现场 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七口人 在这住了四十多年了 今天 就是他 找了一帮流氓 想拆我们家房子 请警察同志 主持公道 你说说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我叫龚俊 这是我的房产证 龚先生将这栋房子的房产证 递给警察查验 并且说明拆除的是 自家搭建的违章品房 他们一家 从前是借住在这 而且十几年前就搬走了 谁说我们搬走了 你哪个人一看就是搬走了 我们不是一直在这住着呢吗 你怎么瞎话连篇呢 随后房市警 也交给警察两份资料 其内容能够证明 这栋老洋房是属于 龚先生的爷爷 跟眼前这群人毫无关系 985将刚刚拍摄好的视频证据 也交给了警察同志 能够证明是对方先动手 警察同志 这上面两个地址 才是他们两家 现在的真实住址 刚才他们说的话 都是在撒谎 老太太见形势不利 于是开始撒泼打滚 嘴里还不停叫嚷着冤枉 最终警察决定 让他们双方一起去局里 把事情理清楚 结局可想而知 面对铁证 老太太一家一分钱的 补偿都没得到 龚先生家的老洋房 也终于得到了亲近 徐文昌和房市警 带着毛先生 再次参观这座老洋房 果然在徐文昌的意料之中 毛先生借着房主公先生 急需用钱的理由疯狂压架 徐文昌没有丝毫动摇 两人唇枪舌战一番 毛先生还是选择了妥协 明天办手续 没过几天 安家集团副总翟云霄 从北京飞来上海 他并未第一时间去建房市警 而是来到徐文昌的前妻 张诚诚上班的店里 给他选了一款包 实货呀 这个颜色 可是今年新出的限量吧 你这霸道总裁多艰难 到底是哪位姑娘 这么有福气啊 嫂子说好 我就拿下 包上 张诚诚转头就给徐文昌打去电话 借机挑拨徐文昌和房市警的关系 断言翟云霄买的这款 荔枝皮的蓝色包包 如果出现在房市警手中 就说明他们关系肯定不一般 虽然徐文昌并不想理会张诚诚 但还是下意识地去留意了 这款包包的样子 翟云霄从店里出来之后 竟联系了假货贩子 然后在他手中买了一款 一模一样的假包 随后房市警收到他的邀请 来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翟云霄告诉房市警 集团老大准备在总部 成立一个老洋房分布 老大的意向人选虽是徐文昌 而他却觉得房市警更合适 话里话外都在诋毁着徐文昌 在他的回忆里 徐文昌背后捅刀 让他始终怀恨在心 并提醒房市警 不要被徐文昌的假象所迷惑 也不要忘记 他来上海的初衷和目的 随后拿出那款假货 送给房市警 房市警一看太贵重连忙拒绝 翟云霄表示 他现在也算是进入老洋房领域了 以后面对的客户都不是一般人 你需要一个好包吗 这个女人每天在家的工作 就是准时呼叫老公起床工作 11点20累 要起床了 男人是做国际期货的 工作时间完全没有规律可言 白天黑夜几乎颠倒 他也因此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 对于噪音分外敏感 不料这天在他睡觉时 隔壁突然传来拉琴的声音 赵小姐无奈只好来找邻居交涉 你家是在搞装修吗 没人装修啊 我女儿在练琴呢 邻居告诉赵小姐 老师说她女儿手指修长 非常适合学琴 于是她准备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让女儿练练 女人告诉邻居自己老公的情况后 她刚刚睡觉所以 抱歉 宝贝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 不料到了第二天 隔壁小孩的练琴声又响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 这么长 你不是说敌句了吗 我跟你讲 这家人真的太不自觉了 太过分了 我马上去教室 或让他们立刻停止 赵小姐二话不说 就让孩子立马停止 邻居不解他们选在晚饭时间 练一小货琴 怎么就不可以了 赵小姐告诉邻居 她老公每天五点到十一点要睡觉 必须保证绝对噪音 于是建议邻居安排孩子中午练琴 白天孩子是要上学的 要不这样 我们让他晚饭后再练琴 不不不 不可以不可以 那更不可以了 那那时间可能我老公刚刚睡着呀 那怎么办呀 你跟我们找个时间好了 那周末练吧 你周末集中练一天 是吧 大家相当无事 赵小姐 那我让你平时都不吃饭 把饭放到周末集中 吃你受得了了 这主要求是不合理的 赵小姐说话越来越难听 说小孩子练琴都是玩玩的 她家孩子拉成这样也没啥天赋 得学会放弃 就这样双方彻底谈崩 赵女士也被邻居关在了门外 很快矛盾再次升级 赵女士想到老公这段时间睡眠不好 于是给她做爱酒调理 不料熏爱酒的味道实在太大 搞得房间里和楼道各处都是乌烟瘴气 邻居家孩子更是连连打喷嚏 邻居赶忙跑到赵女士家中询问情况 是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拿这个熏我们的是不是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闲哪 你就是在报复我 很快两人叫来物业互相疯狂投诉 各有各的道理让物业也很头疼 第二天他们就投诉到了各自的中介那里 985和谢霆锋赶紧安抚两人 当房四井和徐文昌到门店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里面吵得不可开交 徐文昌找到赵女士 说自己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失眠 直到后来遇到一个老中医 才把失眠彻底治好 还强调说这中医最厉害的是全身调养 她有好几个朋友在生孩子前 都喝过老中医给的汤药 结果全都怀上了孩子 赵女士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赶忙打听这位老中医的联系方式 随后徐文昌找到邻居 给她孩子推荐了一位秦行老师 小姑娘老练的嘞 好有艺术感觉哦 真要练下去 长大的可不得了呢 邻居殊不知秦行老师 是徐文昌的朋友 旁边的围观群众也是请不拖 徐文昌立马又来到赵小姐家中 她给赵小姐介绍的中医 也算是解决了她的心头大事 于是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 答应不再和邻居闹别扭了 做了两年房产中介 还没开过单的朱闪闪刚 错过一个大业务 师傅王子健都替她感到可惜 我刚刚对你啊 还是哀奇不幸 我现在真是怒气不争 这一幕恰巧被屋内一个富二代看在眼里 待王子健离开后 富二代便起身来找朱闪闪搭话 小公主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打算去赴王子之约吗 你是谁啊 不重要 男子表示自己可以给她提供帮助 你要买房吗 你连广告单都不给我 你让我怎么买 朱闪闪见状连忙地上广告单 然后添加了富二代的联系方式 男子买不买房朱闪闪并不知道 但当他看见男子坐着大兵力离开时 他顿时就被男子帅气的上车姿势迷住了 直到服务员叫他才回过神来 这是梁振邦先生问你点的 他让我转告你 希望你今天下午能够开开心心的 朱闪闪刚回到门店 就迫不及待跟同事们说自己马上就要开单了 王子健直接一盆冷水浇在他身上 你确定他是要买房子不是泡泥啊 小健姐 我高兴起来的事业心 你不要打击我 你拉倒吧 事业线都看不见你还事业心 一旁的小楼给他出谋划策 让他赶紧主动联系对方 女孩子不能太主动 我觉得我要进去一点 要不然还是明天再联系他吧 大姐 你是卖房子还是谈恋爱啊 小健姐我告诉你 人家梁先生不要太绅士哦 跟我不要太搭哦 第二天 朱闪闪便给男子打去电话询问买房的事 男子表示很多细节问题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于是要约他出去边喝咖啡边聊 朱闪闪为了赴约还特意化了美美的妆 男子见到朱闪闪的时候 顿时就被迷住了 一时都忘了自己还要买房的事情 朱闪闪拿出不少房源给他一顿介绍后 他又说买房不着急可以慢慢看 朱闪闪并未注意到对方的真实来意 一直到回了门店都还在思春 徐文昌一问就知道他啥都没确定 王子见虽然总是吐槽他 但还是苦心帮他整理了上海好地段的方圆 让他去和对方沟通 没一会儿 男子又给他发来语音说要看房 朱闪闪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紧接着男子又给他发来语音 说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朱闪闪换上白雪公主的衣服后如约来到酒店 此时男子正在楼上房间里喝着红酒等着他的到来 王子见刚带完客户回到门店 就从谢霆风口中得知朱闪闪去了酒店和客户见面 两人顿时反应过来 聊喜结他也不用穿成白雪公主吧 朱闪闪一到房间 男子就要求他跟自己喝酒 对于朱闪闪给他介绍的房子并不感兴趣 您不是来给我谈喜结的吗 您父亲对房子有什么要求呀 我父亲的要求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不能满意 徐文昌得知朱闪闪去了酒店后 连忙放下手头工作通知所有人立刻赶往酒店营救朱闪闪 房四井和985等人没有丝毫犹豫执行起来 很快所有人齐聚酒店大堂 前台却以不能泄露住客隐私为由 拒绝告诉他们朱闪闪在哪个房间 此时男子已经忍不住开始对朱闪闪动手动脚 我最烦牛牛年年的女人 放松一点好吗 牛牛牛您别这样 就在这关键时刻 门店所有同事赶到酒店救援 奈何前台不肯告知住客信息 店长徐文昌健壮连忙安排小楼和985走安全通道 从下网上一间一间搜 房四井和谢霆锋则负责搜查这里的酒吧餐厅咖啡厅 徐文昌和王子健则乘坐电梯上顶楼 准备从上往下找 此时的朱闪闪已经快要抵挡不住 所有人几乎把酒店跑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朱闪闪的房间 万分着急的王子健直接摁下酒店消防警报开关 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所有住客见状赶忙朝外面逃跑 男子听到报警声也停止了侵犯行为 朱闪闪赶忙卷缩在一旁 王子健在走廊不停呼喊朱闪闪的名字 王子健见到男子毫不犹豫给了他一拳 等大家把朱闪闪带出来时 王子健气愤不已 大骂朱闪闪他就是投猪 不过转身又送他回门店 王子健知道自己刚刚说话有些严重了 于是给朱闪闪赔不试 回到门店后 王子健劝他房中介行业要是干不下去 大不了就转行 犯不着死磕 今天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就不转行 我就要干中介 就要开单 王子健没想到他脾气这么强 在很多人看来 房中介是个不怎么体面的工作 像他这样的条件随便找个500强大企业 当个前台肯定没问题 而且那些公司单身汉也多 王子健 我不许你自清自荐咱们的行业 你看看咱们周围的每一个人 哪个比那些500强大公司差了 我不许你侮辱咱们行业 王子健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原以为他出来工作是为了找富豪男友 没想到他骨子里才是最纯粹的职业女性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在房中介行业一分钱都没赚招 但是却一直保有着执着和热爱的人 服了 朱珊珊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要是再不开单 房店长就要开除自己了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王子健健壮连忙安慰他 让他以后跟着自己跑业务 自己一定帮他开一单 那不行 我就要自己开单 朱珊珊 你到底是 怎么能维持住自我评价这么良好的呢 你这种乐观主义精神 到底是 紧接着便带着心灵受伤的朱珊珊去看电影 为了哄他开心 王子健拿出一百块钱递给老板 让他调一下娃娃机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王子健一抓一个准 朱珊珊对他崇拜的不行 房四井担心朱珊珊 便给王子健打来电话询问 王子健索性打开手机免提 姐姐我抓到了 女孩为了卖出房子 每天穿着王偶服在大街上给路人发传单 奈何现实残酷 他始终没能找到买房客户 就在他坐着休息时 一位老人走了过来 小姑娘我可不可以坐这儿 可以 他殊不知眼前这位老人乃是上海饲料大王 坐拥百亿资产的林茂根 老人看他这么热的天还穿着厚厚的王偶服 担心他等会中暑了 便建议他把没发完的传单都给自己 好让他早点回家休息 朱珊珊果断拒绝 说这些传单都是同事一张一张帮他打印的 自己一定得认真发完 说完就起身准备继续去发传单 你这个传单能不能给我一份 让我看看你们都有些什么房子 行吗 好的呀 给您 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再见 朱珊珊好不容易发完传单回到门店 就被王子健一顿训斥 这么热的天穿着那么厚的王偶服 他能活着回来都算他命大 我不是想开单吗 房间长说了 每发十万张传单避开一张 他就知道了 恰巧此时 那位老人拿着传单来找朱珊珊 小姑娘 想不到会是我吧 我不是你啊 你好你好 朱珊珊见状连忙把老人安排到接待室 在两人交谈中 朱珊珊得知他不是上海本地人后有些气馁 这意味着他并没有购房资格 房四景趁着朱珊珊去换衣服时 端着一杯热茶来到接待室递给老人 然后连忙回到公卫拿着手机在网上查阅了一番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朱珊珊换好另一套衣服出来告诉老人 他还要出去发传单 于是把他交给了店里其他同事接待 房四景一把拦住准备前去接待老人的小龙 你忙你的 房四景确定老人姓林后更加激动 连忙奉上自己的名片 如果方便的话 请您先做个客户登记 留下联系方式 我会准备几套适合您的房给您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当然 房四景的谦逊态度让老人很满意 主动和他约定明早八点一起去看房 送老人离开后 小龙提醒房四景这位老人可是外地人 是没有购房资格的 难道明天带他去看商住房吗 他想要的是室内别墅 为什么要带他去看商住房 什么意思 超级大富豪林茂根 饲料大王 公司就在上海 你们没听说过吗 林茂根先后荣获中国十家民营企业家 荣获2009年光彩人物榜 三次荣灯胡润排行榜 2017 2018 2019 公司估值 120亿 120亿 徐文昌不解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房四景得意地说任何在媒体上出现过的人 只要身家超过一个亿 他一眼就能记住 这可把门店所有人羡慕得不行 纷纷后悔自己没有看出来 王子健更是替出闪闪感到可惜 眼看着传单发到十万份客户就来了 不料却看走了眼被房店长扮到街壶 房四景带着林茂根看了一套产政面积750平 赠送面积400多平的豪华别墅 但林茂根却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新房 他只想要救老房子 林茂根说他小时候就听说过上海滩的面粉大王仿制大王 心中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如今他实现梦想成了饲料大王 所以他就要买那些大王们住过的房子 房四景有些内疚截胡了朱闪闪的单子 于是想带着朱闪闪一起做林茂根这单老洋房业务 但是老洋房的周期长而且最后也未见得能成 就在这时王子健给徐文昌发来信息说 第二天一早众人就开始给朱闪闪做培训 徐文昌问他如果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到门店来找合租房 他遇到后该怎么接待 王子健教他得先告诉客户这套房子哪里好 比如所在地段和旁边的商业环境以及交通等等 然后再从价格上打动对方 很快王子健就把客户约来门店 恰巧徐文昌要出去遛狗没空 房四景刚好要去带看客户 谢霆锋饿了要去吃饭 985更是没找任何借口就往外跑 小楼声称客户找他有事急忙溜了 一瞬间门店就剩下他一人 眼下只能硬着头皮接待两位客户 他紧记早上众人给他培训的话术 一口气把地段商业交通等等复述了一遍 这么好的房子 你们两个人合租 一个人只用掏钱块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今天就是来签约的 今天就签约 我觉得签约不用这么着急 这个房子都两个月没租出去了 价钱完全可以再谈一谈 对方一听竟然还能谈价格 顿时开心的不行 表示讲好价格立马付钱 埋伏在外面的王子健见客户离开 连忙回来询问朱闪闪的开单感觉 当朱闪闪把自己讲价的事情告诉他时 他差点没气晕过去 小剑剑我跟你讲 这个合租房都已经挂了两个多月了 还没有租出去 所以我断定这个房子不好租 可以降价钱的 是 这个房子挂了两个多月了 没有租出去 所以我出钱 跟他装修理一下 由于朱闪闪的犀利操作 王子健只能每月倒贴200帮他开单 到了晚上 众人齐聚在瓜哥的酒吧 为他庆祝开了人生第一单 这天晚上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无论是为了庆祝朱闪闪开单 还是单纯地放松自己 在这样温暖欢快的工作团队氛围中 房四井也仿佛有了新的体验 第二天一早 小楼就收到上次卖出去的两间门店佣金 他第一时间就把钱转到父亲账上 让父亲拿去还债 自己就留了几百块钱生活费 挂电话前还不忘嘱咐老爸 多劝劝老妈少打点麻将 小楼回到门店得知朱闪闪给他订了两份红烧肉后 顿时就急眼了 连忙让他取消订单 你拿了那么多提成 不给自己加点菜啊 加了 两瓶炸菜 没一会儿 房四井推着电瓶车回到门店 徐文昌见他一脸疲惫的摊坐在椅子上 过去询问才得知他已经扫街好几天了 都没有给林茂根找到一栋像样的老洋房 徐文昌直接给他送上一套房源 房四井看过之后非常满意 连忙拿出手机给林茂根打去电话 你赶快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就过去 不料林茂根看了房四井给他推荐的房子并不满意 我要的老洋房啊 他必须是没一 而且必须让他拥有精神家园的感觉 紧接着他便说起自己小时候 经常跟着父亲到上海来卖菜 有一次挑着竹篮挤公交时 他的穿着和口音遭到了本地人嘲笑 他只能假装没有听到 然后望向车窗外面 却突然看到一幢红色小楼 半球一样的屋顶和长方形的窗户 高高的山墙和大大的露台 以及扮演着的黑色铁衣大门 院子里还有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他在那一瞬间就仿佛被雷击中一般 觉得自己上辈子就住在那栋房子里 但他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栋老洋房的所在位置 房四井告诉他现在上海老洋房的数量 大概在4000到5000套左右 但其中产权明晰可以正常交易的老洋房不到100套 我不管 管着房间长 这100套老洋房 你必须得给我留一套 买老洋房的时候 我就靠你了 说实话 其他的中介 我根本就没上演 这也让房四井下定决心要帮他找到新衣的房子 晚上回到出租 房四井给精通老洋房业务的徐文昌提起这事 想借机询问他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房源 不料徐文昌直接手绘出一副林茂根想要的老洋房图纸 林茂根要的呢 其实就是清水红砖墙加红斑了 第二天一早 房四井就拿着图纸出去沿街寻找 不料竟遇到同行 他要红色的洋房 要有山墙 还有露台呢 你说的就是林总 听着同行们的议论 房四井猜到林茂根并没有如他所说一般 把这单业务独家委托给他 我估计啊 现在不下五十个中介 都替他一个人在服务 为他找房源 徐文昌劝他慢慢来 毕竟刚刚才成交了公家花园这笔大单子 房四井却非要证明自己实力为门店争光 我不可能慢必须快 第二天 房四井就拿出副总翟云霄送他的假包 在徐文昌面前炫耀 像是能买得起老洋房的有钱人吗 你是要穿针帘去当侦察员啊 我就想去套个盘去探探竞争对手的虚实 将自己打扮成贵妇的房四井 随即来到一家专做老洋房业务的中介门店 请问您是买老洋房还是卖老洋房啊 买 你这边请 房四井坐下后还特意把自己的包放在面前 生怕别人注意不到 房四井谎称自己家族有意投资老洋房 自己也是受家族委托先过来探探行情看看房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看房呢是需要验资的 资产低于八千万 我们是不接贷的 所以需要麻烦您先去开一下资产证明 再过来预约 验资没有问题啊 那我得先验验你的房源 可以啊 房四井说完就从包里拿出徐文昌给他画的那张图纸 并告诉中介他爷爷特别喜欢这类型的老洋房 男子看到图纸顿生疑虑 随即看了一眼房四井面前的包后 便把这张图纸交给了店长 看来你也是为林总找房的同行 对不起 我们这里不接待同行的 请您出去 你把你弟剩下的房贷一把截了吧 凭什么 首付我已经付了二十万了 你们还要压找我多久啊 房四井的母亲有多无耻 此期白贷找房 四井要了二十万给小儿子买房付首付后 竟还要他帮着还月供 你弟还那么小 就背了三十年的债 你忍心吗 潘贵宇建房四井不肯 索性挂断了电话 然后提着大包小包 闯进了房四井上班的门店 顿时引来所有同事围观 房四井没想到他竟找上门来 震惊之后仍强硬表示自己没钱 潘贵宇见状更是准备 在他办公桌前打地铺铸下来 徐文昌连忙上前阻止 毕竟这里是他们公司办公区域 还容不得他在这里撒野 潘贵宇被赶到门口后 说什么都不肯离开 徐文昌只能找房四井征求意见 怎么处理啊 公事崩拜 属于家务事 家务事咱就回家去行 实在不行咱就去法院 欺软怕硬的潘贵宇临走前 更是撂下狠话 房四井咱们走着瞧 就在房四井以为 潘贵宇不再找他麻烦时 下班回家竟发现 潘贵宇守在他的出租屋门口 我觉得警察同事说的对 家务事就是要家里解决 我就让警察把我送到这儿来 我今儿就睡在你这儿了 潘贵宇见徐文昌和房四井同住一屋 便追问他和房四井的关系 房四井见状趁机开门溜进屋内 徐文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紧随其后 把潘贵宇拦在了门外 房四井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你就把你妈关在门外了 建房四井始终不肯开门 潘贵宇又谎称自己拉肚子要上厕所 徐文昌无奈只能开门让他进来 火不其然进来就一屁股坐沙发上不动了 我拉尺大的闺女 可不能不清不白地跟你住在一起 你怎么着也先把财力给我呀 我们是合租 我们又没谈 没谈 骗鬼呢 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 那你得赔我女儿的名誉损失费 坐在房间里不想面对潘贵宇的房四井实在忍受不了 直接不顾潘贵宇的叫嚷将他赶出门外 你个白眼狼 房四井 你就是个白眼狼 晚上邻居回到家看到潘贵宇 看什么看呀 你被我女儿疯出来了 全家三口 还关起门快活 哪是把老娘死活呀 第二天早上 房四井和徐文昌出门上班 也只能跨过潘贵宇的地铺 潘贵宇见状还不忘让房四井等会下班给他带吃的回来 房四井根本不想鸟他 没一会儿 张成成来找徐文昌 恰巧碰到坐在门口啃烙饼的潘贵宇 张成成得知他是房四井的母亲后 便请他到餐厅大吃了一顿 然后趁机谋划和他联手算计房四井 记住 千万别提前 打感情盘 晚上房四井刚回来 你们看看啊 就是他 哎呀 我含辛如苦把他攻到大决毕业 潘贵宇负责人前作戏 张成成负责躲在后面拍摄视频 所有围观邻居见状纷纷指责房四井的不对 这条视频很快就被张成成发布到了网上 房四井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的功敌 甚至惊动了公司高层 翟云霄愤怒斥责他的这次丑闻 给公司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房四井对此事百口莫辩 最后更是直接被翟云霄停职 并且要求他在三天之内 如果还没有解决好这件事 他就不用再回去上班了 陈总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他让我停职 他让我三天之内挽回公司生育 你让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房四井被他亲生母亲逼到走投无路 如今脸面丢进连班都上不了 愤怒的情绪再也压制不住 要出去找母亲鱼死网破 徐文昌将他死死拦住 说这整件事都是他的前七张成成挑拨的 是自己连累了他 于是恳求他给自己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 让他出去和潘贵宇谈谈 我怎么会认识他 徐文昌随即来到门口 竟又遭到邻居们的指责 你们呀 太不瞎话 作孽呀 你们已经上热搜了知道吧 还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自己家老人不管的是吧 我看你们对狗比对人还好 天天 这是群众的呼声 通明有人给我说句公道话 徐文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走邻居后 潘贵宇又开始整腰儿子 任凭徐文昌怎么劝说就是不肯离开 啥时候钱到账 啥时候我走人 不将价钱 徐文昌告诉他这钱恐怕是到不了账了 房四锦已经因为他被公司停职 别说养家 以后连他自己都养活不了了 第二天一早 徐文昌和房四锦去上班 却发现店门口围满了媒体记者 两人见状只能转头回家 走到家门口时 潘贵宇仍如往常一般堵在门口 俨然一付不给钱就不走人的架势 房四锦也不想理会他 直接跨过潘贵宇的地铺回到屋内 进屋后 徐文昌询问房四锦 干嘛要答应帮他弟弟买房付首付 当初要是不开那口 现在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 房四锦告诉徐文昌 弟弟是个早产儿从小身体弱 但是对他特别好 全家人打他欺负他的时候 弟弟都会偷偷跑去叫爷爷过来救他 我疼的时候 他会掉眼泪 我饿的时候 他会悄悄塞馆馈给我吃 现在这个家里 也只有他爷爷和他弟弟 是他最放心不下的 徐文昌随即来到门口和潘贵宇谈判 说昨天那条视频给他们公司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果再这样继续闹下去 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一分钱都要不到 如果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 名誉没法挽回 房四锦就得卷铺盖走人 潘贵宇听到这话顿时犹豫起来 毕竟房四锦失去工作 就意味着他没了摇钱术 于是和徐文昌讲起条件 就在这时 房四锦接到老家弟弟打来的电话 姐 那个视频我看到了 是妈不对 她不该找你要钱 你不用操心我的事 我最近找到工作了 虽然每个月赚的不太多吧 但是我省吃钱用的 我争取把房贷给还了 弟弟给他说起自己的近况 房四锦到底还是心软了 弟弟转头便给潘贵宇发来信息 妈 我姐已经答应帮我还房贷了 潘贵宇看完信息顿时换了一副脸色 爽快答应录制视频 把昨天的事情经过讲清楚 然后认得错 徐文昌见他终于妥协 于是兴致高涨地来到房四锦房间 告诉他潘贵宇松口了 你以为他真的会认错吗 他是见了钱才会吐口 我刚才答应我弟了 每月帮他还房贷 卖了大半辈子包子的严叔夫妇 终于在上海给儿子全款买了一套一居室 得知儿媳怀有身孕后 两人扛着大包小包准备搬进新家照顾儿媳生活 就在他们憧憬以后的美好生活时 不料意外却发生了 来给他们开门的竟是亲家母 这让严叔老两口很是尴尬 儿媳看见他们直接转头走开了 儿子更是处在原地连屁都不放一个 这大包小包的 是来洗衣服呀 不不不是不是 我们又搬了一个新的住处 让严叔严审更没想到的是 儿子竟然也帮着亲家母说话 让他们赶紧离开 他们伤心不已却又不想伤了和气 只能假装没事人一样 收拾起行李离开了 老两口来到楼下整备好行李 却发现他们不知此事该去向何处 因为他们之前住的房子已经跟房东退组了 这时一旁的保安嫌他们的车子碍事 便催促他们赶紧离开 连让他们停留休息的时间也不给 老两口只能推着三轮车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 回想起刚刚的一幕幕画面 严婶更是忍不住掉泪 到了晚上 没钱再去租房的两人便来到包子铺搭了张小床 严叔看严婶很是难过 便安慰他说自己其实舍不得他去伺候儿媳 有他在店里还能帮自己分担不少 严婶更是越想越不明白 怎么续经苦苦的 一辈子的钱买了房 老不早住 亲家什么都不管一分不花 就住进去了 第二天一早 房四井来他们包子铺买包子 发现店里堆了不少打包好的行李 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呀 不搬了 就住着 不搬了 这好不容易买的房子 怎么不去住呢 让男人住得一起 不方便 房四井从他们表情猜出了大概 便说自己可以帮他们留意其他出租房 严婶却说他们所有钱都拿去给儿子买了房子 现在已经没钱租房了 房四井回到门店就把严叔家的情况告诉给了徐文昌 谁知刚说完这件事 朱闪闪就急匆匆跑到门店 众人赶到包子铺就听到世间局的工作人员 在告知严叔他们店铺健康证已过期 必须补办好新的健康证才能开门营业 并且还要罚款五百元 紧接着第二个处罚则是店铺不能住人 责令他们必须马上搬走 严婶对此很是激动 因为这不仅断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还让他们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徐文昌随即把二老带到门店里 并建议他们干脆把店铺搬到别的地方去 毕竟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高 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在这边租一个铺面的钱 在那边的工业园不光能租铺面 还能租一个住的房子 是啊 而且那边年轻人多早点需求量大 你们家包子这么好吃 在哪肯定会受欢迎的 第二天徐文昌就和房四景带着他们去看了门面 他们很是满意 并准备马上搬过去 徐文昌知道他们没钱 便把中介费折算成了一千五百个包子 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买这么多东西 这是要见什么重要人物 徐文昌带房四景来见的这位大人物 就是在这附近当了四十几年游地员的张书 堪比上海活地图 哪里有什么样的房子 他比谁都清楚 房四景提起林茂根描述的老洋房 我有个客户 他想找一栋老洋房 他的要求是要有红墙 山墙 要有大露台 最好还要有黑色铁衣大门的那种 他说的这不是隐公馆吗 隐公馆是郭家的祖产 郭家人可是政商两届的药员 不可能售卖这栋老洋房 虽然隐公馆没戏 但张书还是帮他们提供了其他几栋老洋房 第二天一早 房四景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就骑着电瓶车前往这些地方寻找 张书给他提供的第一栋老洋房正在装修 他便找到施工队队长 你好 能帮忙联系一下这家房主吗 我想问问他这房子卖不卖 今天都来好几座中间 问的同样的问题 你们怎么都想买这房子呀 包工头说这栋房子刚被别人买下 现在是不可能再卖出来的 不料他在骑车赶往下一栋老洋房的路上 就因为走神走错了道 被正在执勤的交警同志拦了下来 干什么呢你逆行了知道吗 这样可危险的 哎呀我有点走神了我 对不起啊 把上锁过来 交警为了让他引起重视和警惕 便让他写一篇违章改过书 然后发到朋友圈 并且得集齐50个赞才可以离开 本就没啥朋友的房四景 只能求助正在门店边吃午饭边 和同事嗨哥的徐文昌 同事们打开房四景的朋友圈 房四景离开交警的管制后 紧接着便来到另一栋老洋房里 却被人拦下索要500块钱的参观费 见对方如此狮子大张口 房四景只好转头离开 这时徐文昌给他打来电话约晚饭 他便把刚才的情况告诉给了徐文昌 徐文昌看了他的定位 知道他说的这栋老洋房的历史遗留问题很严重 连房主都拿里面的住户没办法 于是果断劝房四景放弃 房四景无奈只能继续寻找其他房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他找到一栋心仪的老洋房 房四景刚走进巷公馆 就被一位老人误认成白天那几波来看房的中间 还差点被老人赶出去 在交谈中得知老人名叫耿叔 他们一家三代人只是帮着向家人看房子 现在向家人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 只知道在国外 随后耿叔把房四景请进屋内 并告诉他向公馆的主人名叫向玉蓉 是当年上海滩的茶叶大王 耿叔的爷爷是向玉蓉的管家 后来向家人移民去了海外 就把眼前这两间房送给了耿叔爷爷 还特地写了一份赠语书 如今都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他和老伴也一直等着向家人的后代回来 把这房子完整地交给向家人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老洋房 是曾经涮海滩茶叶大王向玉蓉的父亲 房主向玉蓉带着家人移民时 还曾托付管家替他看房 这位是耿叔 他的爷爷耿长青 就是向玉蓉的老管家 房四景告诉林茂根 当年向玉蓉不仅委托耿叔的爷爷帮忙看房 还把其中两间房当作礼物送给了耿叔爷爷 房四景带着林茂根来到屋内 介绍说向公馆是一栋集中西枝大城 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 这客厅里的门窗和屏风用的都是红木 顶上则是采用欧式新古典主义的浮雕 所能看到的每一片玻璃都是意大利进口 一百年前手工吹制而成 包括脚下这些精巧的马赛克拼花也是意大利进口 窗户的造型又取至苏州园林的四季梅花窗 中心何必一鼓一惊 对你的思想挺一顺 我喜欢 紧接着耿叔给他们介绍道 当年这里可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名流社交民所 紧接着几人踩着无比气派的楼梯来到二楼 林茂根看过房间之后很是满意 这里的家具一样都不要动 让乡家保驾 随即几人又来到三楼 林茂根顿时就被顶上这十七扇意大利进口花玻璃震慑住了 这种古董级别的东西 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项羽蓉现在在哪里 我要见他 很遗憾 他的孙子说 项羽蓉老先生于1959年在苏黎市去世了 太可惜了 这是旁边负责提包的马仔告诉林茂根 项羽蓉去世那年他刚好出生 这足以说明彼此很有缘分 他说不准还是项羽蓉的灵魂转世 难怪我一跨进了乡公关 就感觉像是到了家一样 项羽蓉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格外亲切 林茂根开始憧憬买下这栋老洋房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在这里大宴宾客 给自己办六十大寿 帮助向羽蓉恢复这所宅子昔日的繁荣 这里嘛 未来也将会成为全上海滩 名流们聚会的场所 房店长 你马上跟项羽蓉联系 我明天就要听到报价 房四景回到门店告诉徐文昌 林茂根希望尽快买下项公管 现在就是不知道向羽蓉的长孙 向文森那边的稀产公证 什么时候可以做下来 徐文昌建议他让向文森在当地找律师做个公证 因为向羽蓉娶了两房太太 每个太太又生了好几个孩子 经过这些年的开支散业 估计少说也有百八十号人 让所有人都回国来做公证肯定不现实 所以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拿着公证书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做一个领事认证手续 那么这份公证书在国内就能用了 到时候向家人可以委托长房长孙 向文森回来一个人办手续 这桩交易就搞定了 没过几天 向文森就按照房四井的提示 办好了相关手续 然后飞回了国内 向文森告诉房四井两人 他们向家人都以为经过了沧海桑田 国内这座老宅早已不复存在了 不过这个老宅子应该很破败了吧 一会儿您看了就知道了 这个房子呀 一直都有人替你们家看着 你们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向家老宅 我们向家老宅还是很气派的 向文森来到他爷爷 当年留在国内的老宅很是激动 才刚进院子 就迫不及待拿起手机 给在国外的家人拍去视频 我来之前啊 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像这样的老宅子 在上海可以卖到 平均单价30万人民币一平方 真的假的 2017年的时候呢 巨鹿鹿有一栋老洋房 曾经卖到了单价 每平米40万天价 就在徐文昌给向文森 介绍这座老宅时 房四井把耿叔夫妇叫了出来 向文森很感谢他们这么多年 对于这座老宅的看护 接着便让耿叔算一下工资 然后让他们尽快搬出这座老宅 耿叔见状便让妻子拿来赠语书 你看看这个 这是赠语书 是你爷爷向文森 当年 把楼下这两间房子 赠给了我爷爷耿长青 后来我爷爷就传给了我爹 我爹也传给了我 你好好看看 赠语书 这 真的假的 这个 房四井见状便解释这份赠语书上 有他爷爷的签名和保人的签名 我只听长辈说 请你们过来看房子 并没听说把这房子送给你们的 对于这份赠语书 向文森拒不承认 声称哪怕多给工资 也不会把房子分给耿叔 如何弄清这份赠语书的真假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当年的担保人 徐文昌分析一项 玉蓉当年的身份 肯定不会找一个平庸之辈 做担保人 于是安排房四井先 带着买家走程序 他则负责去查担保人 另一边 被污蔑的耿叔满心委屈 好不容易判回了东家 却被说成是骗子 从他爷爷到他守在这里七十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要是他们真想贪钱 哪里还会如此用心地 帮他们看护这座老宅 房四井带着向文森和买家 林茂根见面 向文森提起耿叔 二话不说就要打官司解决 房四井想帮耿叔说话 还差点和向文森怼了起来 多亏林茂根在一旁协调 这个事情呢 交给我来吧 我一定会妥善地呢 把这个看育房子的耿叔给安排好 房四井晚上回到出租屋 和徐文昌说起这事 徐文昌表示从法律上讲 耿叔只有一份赠语书 胜诉的可能性太小 眼下只能委屈他们先搬出去 然后再帮他们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 房四井就带着林茂根 来到向家馆找耿叔 耿叔表示他们作为房主之一 也想早点把这房子卖出去 但是向家人的态度太伤他心了 林茂根听完他的诉苦 便告诉他这座老洋房的地气 转成房产证是要补地价的 补地价一般是房价的十分之一 就他们那两间小房子的补地价 也不是小数目 对于他家来说完全承担不起 听到这里耿叔犹豫了 林茂根听到耿叔的孩子住在酒亭时 连忙说自己在酒亭有一套闲置的房子 可以让给他们住 并且还不收他们房租 甚至愿意拿酒亭那套房子 换耿叔这两间小房子 一旁的马仔告诉耿叔 林总那套房子四万多一平 足足一百八十多平 而且还是五星级豪华装修 听到这里 房四井也开始劝耿叔 耿叔终于同意林茂根的这个方案 很快耿叔夫妇就搬进了林茂根 在酒亭的大房子中 两人对于林茂根的善良好心 很是感激 徐文昌为了找到担保人 倪海棠 好了不少地方制和档案室 都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最后竟在做律师的老同学 这里有了倪海棠的消息 没想到他的老师 就是倪海棠的学生 遗憾的是倪海棠搬去了台湾 另一边 房四井也帮向文森办好了 向家管的房产证 第一步算是完成了 那我和林茂能办过户手续了吗 还不行 目前产权还有争议 还要再等一等 如果耿韵来能够证明 他是部分产权人 那这个产权变更 还会有点麻烦 那还要拖多久呢 面对林茂根的催促 房四井只好安抚他们 却殊不知两人心里 已经打起小算盘 与此同时 徐文昌偶然在电视上的 一档采访栏目中 看到了倪海棠姐姐的外孙 正在接受采访 这个栏目他在前年刚好上过 而且主持人还欠了他一个人情 老同学建议徐文昌 找主持人帮他引荐一下 主持人把徐文昌的情况 说给你海棠的外孙后 他果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现在我那个小外甥 正在整理原来的老材料 回头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 发到你手机上 耿叔夫妇搬来林茂根 在酒亭的房子住了几天 很是开心 小区高档不说 而且还离儿子家境 这天两人正打算 去菜市场买菜做饭 就突然出现一帮人 等他们买菜回来时 发现门打不开了 耿叔接连试了多次 还是显示密码错误 这时保安赶来告诉他们刚离开 房东就派人把密码换了 他们的行李也被丢在了车库里 这一变故让耿叔夫妇猝不及防 连忙给房四警打来电话询问 房四警得知情况后 赶紧又给林茂根打去电话 却发现对方电话已关机 一旁的徐文昌顿感不妙 此时的向文森已经坐上去 往机场的车准备出国 房四警给他打来电话 向文森谎称家里有事 需要他回去处理 根本不给房四警说话的机会 就挂断了电话 房四警紧接着打开房产交易平台 果然发现向家管已经被交易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 林茂根和向文森已经私下交易 辛苦一场 如今证据没有找到 单子也被撬了 面对耿叔儿子的质问 房四警和徐文昌都无言以对 这位小亲戚这段时间刚好在整理族谱 准备写一本关于上海的家族史 这间屋子里全是相关资料 这时朱闪闪受房四警安排 给徐文昌送午饭来 朱闪闪见他连饭都顾不上吃 一直不停地翻找资料 于是主动帮他一起寻找 朱闪闪刚拿着两份资料 准备打开查看时 无意瞟了一眼柜子深处 发现里面放了一个奇怪的小盒子 徐文昌接过手打开一看 顿时激动起来 陈闪 如今有了这份证据 他们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申请重新卫向公馆做稀产 徐文昌连忙让朱闪闪通知门店所有人 去帮耿叔搬家 门店所有人收到通知后 二话不说放下手头工作赶了过来 争先恐后地帮耿叔夫妇搬运行李 耿叔刚回到向公馆 就发现林茂根准备装修改造这座老宅 这座老宅可是挂了铜牌的 可不能毁在林茂根的手中 于是转头就朝外面走去 到了第二天 林茂根请的一群装修工人就被拦在了门外 耿叔说什么都不肯给对方开门 这时林茂根的马仔闻讯赶来 耿叔见状也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拿出担保人的赠予书备份 好好看看这儿 保人的元件我们找到了 你们想赖账啊 没门 把这个给你们李总带回去 告诉他房子买了也没有用 我已经请了律师 要给他打官司 马仔随即便把这一情况告诉给正在打球的林茂根 但林茂根并不认账 关我什么事啊 林茂根认为像耿叔那种没啥背景的人 随便安抚一下即可 大不了再找个地方 把他多塞几天就行了 马仔紧接着说耿叔要到法院告他 暴怒的林茂根直接带人撬索冲进向家管 耿叔见状抄起地上的铁锹将他们拦了下来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耿叔状告林茂根私闯民宅 林茂根又状告耿叔夫妇是入侵者 因为他已经把这座老宅买下来了 现在是属于他的私产 还让马仔拿出房产证给民警查验 民警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表示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产权纠纷 既然耿叔一方要打官司 那就等待法院的判决 林茂根当即不干了 他可是已经实打实地把钱会给了向家 最后还要打官司订输赢 简直就是天理不容 就在这时 房司警给他打来电话邀约见面 两人见面后 林茂根表示虽然之前他帮自己看过房子 但是所有上海的老洋房中介 都向他推荐过这座向公馆 所以他很为难把这单生意给谁 于是索性一事同仁跳过所有中介 直接和卖家签约 房司警表示向公馆的房源和房主 都是他独家开发的 消失了几十年的卖家之所以突然出现 就是他的同事徐文昌 花钱找的国外私家侦探 林茂根却死不认账 有证明吗 小宝 我记得咱们两个 没签过中介委托合同吧 那这么说 林总是不打算认账了 这个话可是难听了 你说我这几十个亿的资产 我差这点钱吗 房司警对此很是心寒 但他来这之前早已做好准备 也不再多说便先行离开了 此时林茂根还恕不知他要不了多久 就得舔着脸去求房司警 咖啡不错啊 老板好 我可告诉你 耽误了我的生日庆典 我把你的皮 动动动 林茂根从向文森手里买下这栋价值商议的老宅后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他的六十大手 甚至还让手下安排工人 砍掉那棵拥有百年树林的罗汉松 并且要把院子里的所有一切推翻重新设计 室内装修设计更是找了一位德国设计师 林茂根要把一楼改成欧市 二楼改成中市 三楼改成北欧风格 而此时房司警也没闲着 他给知名文学博主之否小姐打去电话 让他写一篇关于向公馆人文历史的帖子 林茂根大肆修改向公馆 把梗舒气的直跳脚 工人们也不顾他的阻拦继续施工 当他看到这颗罗汉松被挖之后更是愤怒 耿叔妻子拦在铲车面前以性命相逼 不让他们再继续破坏这里的一草一木 耿叔随即把这里的情况通知给了徐文昌 徐文昌得知后 便让耿叔立马向房屋管理局和绿化园林局举报 没一会儿 不仅相关部门赶到了现场 就连媒体记者也打了过来 并开启全网直播报道 各位观众优秀历史建筑见证了上海百年沧桑巨变的老洋房相公馆 今日遭到违规改建 是房屋管理部门和绿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立刻赶到相公馆 我们现在在现场为您报道 此时坐在汉马家常车里的林茂根 也看到了这场直播 索性眼不见为禁让马仔关掉电视 紧接着一篇标题为 《饲料大王买下茶叶大王故居后大肆破坏的公众号文章》 迅速冲上了热搜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知府小姐 很快城管局给他打来电话 要求他马上将罗汉松恢复原貌 并且接受相应处罚 林茂根刚挂断电话还不容他喘气 明术古墓工程保护办公室又给他打来电话 通知他明天亲自去交罚款 林茂根顿时气急败坏 你说那个老破树长得多丑 可他居然是二级保护古树 有规定谁也不能砍 砍了就要罚两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而且还必须得本人亲自去交这个罚款 林茂根眼下没办法 只能给远在苏黎世的向文森打去电话 则令他立马回国解决这对破事 已经拿到钱的向文森当然不愿回来 随便敷衍几句后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林茂根来到向公馆 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 表示双方其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 面对林茂根这样的土匪 耿书是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直接递上自己的律师名片 让他有事就去找律师谈 林茂根把明天拿给自己律师看 发现耿书请的律师竟是一尊大神 这些年几乎垄断上海所有大标的的经济案子 而且从未有过败记 林茂根的律师劝他最好能与耿书和解 不然这件事情无法善终 向文森我要告他 可律师告诉他要想告向文森 就只能在上海起诉立案 而向文森又是外籍华人 要是他选择不回来 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让林茂根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找到耿书的律师秦涛商量和解 秦涛给他普及了重新稀产的麻烦过程 还故意吓唬他 举了一个老洋房打了二十年官司都没结果的例子 暗示他一旦要打官司 那就不是几个月的事情 这让林茂根很是着急 他原本打算明年年初 再向家馆办六十大寿 如今可是勤俭都发出去了 但秦涛并不给他面子 六十岁大寿 我给您的建议 还是找别处去办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七十岁大寿之前 林茂根知道秦涛的业务能力很强 几乎垄断上海所有大标的的经济案子 而且未曾有过败戒 于是想用金钱贿赂秦涛 但他不知道秦涛可是徐文昌的好哥们 秦涛面对他的金钱诱惑丝毫不心动 强硬表示公事公办 但秦涛的真实目的其实也是和解 于是暗示林茂根解铃还需系灵源 林茂根顿时懂起意思 转头就来到静一门店长徐文昌 你们徐店长在不在啊 所有人都不理会他 场面一度无比尴尬 这时徐文昌和房四景走了出来 索性徐文昌还是好生接待了他 才没让他太过尴尬 林茂根一来便说如今电视台也报道了 公众号也发文了 园林局也罚款了 房管局还停了他的工程 希望徐文昌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徐文昌见他没有真诚道歉的意思 便做事要离开 林茂根赶紧拦下他主动服软 房四景直接拿来一份居间合同 让他签字以表成意 林茂根为了尽快与耿书一方和解 只能按照徐文昌的指示 让公司财务给他汇笔钱过来 房四景建造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收款账号 账号在这儿 两个点 不对吧 黄店长 之前我跟徐店长谈 那可都是一个点的 怎么现在到了你这儿 就别挣两个点了 按照行规呢 确实就是一个点 但是这房子我们卖了两次 那当然就是两个点 黄店长说的没错 徐文昌解释得有理有据 让林茂根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到可以反驳他的点 最终林茂根主动把酒亭那套180多平豪华装修的房子 拿来与耿书换了这小两间 耿书也同意和他交换房子产权 门店所有人都来帮耿书们搬家 耿书夫妇住在这里几十年 虽然天天想着要搬走 但真到了这一天 还是有些舍不得 徐文昌健壮便提议他们二老在这里拍张照留个纪念 这到底是三辈人住过的地方 耿书妻子说想大家一起合拍 毕竟他们能顺利搬出去 也是全靠了大家的帮忙 众人为站在向公馆的大门前 王子健调好严实拍摄后 迅速加入队伍 徐文昌健康